如果他知道看小说会穿越的话 那他一定不会在猝死前看宫斗小说 小说名叫玲珑传 女主是个离京叛道的女子 入宫前喜好女扮男装游戏时间 还与微服出巡的皇帝有过一面之缘 入宫选秀之后二人再续前缘 女主读得恩宠 但最终却被他人算计 男主的冷漠 宫里奴才的欺负 还有被牵扯的家族 最终让女主心性大便 后期女主黑化主动出击 斗赢了宫里所有女人 但他也因此和男主离戏 皇帝在民间视察的时候 感染了瘟疫撒手人化 女主扶自己儿子上位 自己也成了太后 可这和沈青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为他穿越的身份 只是一个小炮灰 别人穿越不都是作用天下吗 可我这该死的身体不止命不长 而且命还不好 首先他跌在很远的地方 当个不大的官 导致沈青在宫里的地位很低 位分低也就算了 他还没钱 连赏赐下人的银子都拿不出来 在这宫里谁都能踩他一脚 最可怕的是 他长得还很好看 不仅长得好看 而且还身材火爆 这种情况 不就是宫里遭人极度的火把子吗 他穿越的时间距离女主进宫 还有两年 也就是说 他大概还有两年的寿命 沈青在心里又过了一遍剧情 他能做得好像只有狗到女主进宫 然后适当的女主需要帮助的时候 站队女主 等十年后皇帝驾崩 混个太妃当当 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 粗略一算再过十二年 就能熬出头养老了 这时宫女春华小声催促着 良人 咱们这周的片 第一次去拜见皇后娘娘 可不能迟到 沈青心里一阵不爽 以后庄孙子的日子还长着呢 谁让他喂粉滴呢 宫女春华不紧不慢地说着 等良人拜见皇后娘娘之后 就能试情了 他瞧着沈青那张漂亮的脸 觉得还是很有指望的 以良人的容貌 必能拔得头筹 沈青听得嘴角一抽 人家穿越都是大富大贵 可他穿越世纪没钱又没身份 还得靠庄孙子和伺候男人过日子 真是想想都糟心 还拔得头筹 能平平安安就不错 行至途中宫女 突然惊呼良人快靠边跪下 这是皇上的遇念 只见一群人抬着一辆大轿子 晃晃悠悠悠地走了过来 沈青只能跟着跪下 一想到要给狗皇帝事情 就更糟心了 一枚金手指二枚身份 以后只能装孙子 伺候他过日子 自己岂不是要跪到死 这时遇念上的轩辕灵 正瞧见了路边跪着的沈青 心里暗暗想着是他 这女子出落的确实出众 难怪轩辕林选秀的时候 一眼就瞧上他 让他这个素来 对美色不大上心的人 也没忍住东西 他是皇帝也是男人 瞧着美色偶尔东的色心 倒也无伤大雅 别人穿越都是座用江山 可他却穿越成了一个 无权无视的沈贵人 偏偏还有一身 遭人嫉妒的脸蛋和身材 沈青身旁的宫女 一脸的开心 方才皇上瞧了良人很久 一定是他还记得良人 良人您将来定会有大的造化 沈青叹了口气 他只希望这时间能快进 到女主进宫读的恩宠被针对时 到时候 他沈青就是首拿剧本的人了 现在还是先去拜见皇后娘娘吧 皇后的凤衣殿里 聚满了各宫的妃嫔 这站位真是精卫分明 站着的都是这一届新选出来的 而前面的则都是 网界宫斗中剩下的佼佼者 沈青不用看 也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地方 反正别人位分都比他高 他站在最后一排就对了 此时皇后娘娘还没到 这同样空着的位置 肯定是醉拔尖且受处的于妃了 另外四人应该分别是如妃淳妃 安平和顺平 而这一批新进宫的 看起来各个年轻美貌 但他们到两年后 女主出场的时候 就已经没了踪影 看来也都是和自己一样属于炮灰 沈青在内心感叹着真惨了 这时皇后娘娘终于来了 众人连忙跪地请安 沈青在人堆里也不眨眼 他尽量把头低的再往下一线 总之最好没人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只见一个老嬷嬷 簇拥着一位贵妇走了出来 他一身凤袍瞧着 就是正式的派同 皇后庄重的声音在大便里响起 往后都是宫中姐妹 都起来吧 就在这时候 外头却有了动静 姗姗来迟的于妃 由他身边的宫女 缠着悠悠地进来了 这位于妃长得有几分英气 往那一站就是个气质美女 皇后娘娘莫怪我来得晚了 实在是皇上今日休目不早朝 所以走得晚些 臣妾也就陪得晚了一些 皇后娘娘脸上明显有一丝的不悦 你伺候皇上辛苦了 坐吧 没想到于妃连礼都没行就坐下了 嘴里只是敷衍着 说了一句多谢皇后娘娘 沈青觉得这一幕 还真是眼熟的厉害 于妃果然是全书中最嚣张的人 沈青记得原住李女主 也遭到了于妃的针对 还因此险些丧命 连女主在她面前都差点折掉 想想自己一定要低调一些 离于妃远一些 而沈青没想到 即使低调老师有些麻烦 也会自己找上门 拜见完皇后 沈青走在回宫的路上 宫女见沈青一副没精神的样子 以为她是走路走累了 问她要不要找个地方歇息一下 可沈青哪里是没精神 她只是在巩固自己的安纯人 射来保密 这时宫女大喊陛下的欲念来了 沈青一阵无语 怎么又来 于是又赶紧老老实实地 趴在地上请安 老太监看着沈青也是感叹 这一天碰上两次沈贵人 看她应该是刚拜见完皇后娘娘吧 而皇上则是又一次注意到了沈青 随后她问一旁的太监 今日之后这批秀女 倒是能试醒了吧 太监一脸的好奇 不知皇上想要翻谁的牌 而皇上望着跪在地上的沈青没有说话 人家穿越都是座永久山 可她却穿成了一个既没地位 又没钱的沈贵人 此时她正在自己的宫里郁闷 身旁的宫女春华见此也叹了口气 那天宁撞见皇上两次 还以为良人你要打运吗 没想到昨天皇上翻了李美人的牌 今天翻了林贵人 可就是没有翻您的 春华着急 大概是觉得以她这容貌 早就应该被抬去试紧 可沈青本人却很淡定 这样也挺好 李美人和林贵人的模样 在这些秀女中都不算出众 轩原灵这个不爱美色的性格 她倒是很喜欢 否则以沈青现在的地位 早早事情那就是出头女啊 到时可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过太平日了 只是有一点 沈青现在是真的有点待不住了 这一天天在昭华宫 不是站着发霉 就是躺了发霉 她觉得再这么下去 她苟不到两年就要活活呆死了 还是得出去走走 于是她问身旁的春华 我记得离这昭华宫最近的 就是御花园了吧 我想去御花园走走 其实御花园也没什么好看的 但比起在昭华宫 一直看同一片风景 眼前的景致幻幻也挺好 春华按照吩咐 马上去准备东西 沈青让她不要弄得太复杂 随便准备点鱼石就行 几人在御花园里 寻了个凉亭坐了下来 沈青拿着鱼石 喂着底下的鱼 她发现喂鱼也没什么 喂着喂着 感觉自己都要睡着了 想着两年后 要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就在这时皇上宣元凌来了 这是她第三回见到沈青 此时的沈青正在打哈欠 这倒是让她想起 太后宫里养的那只白猫 一到冬日里 就躺在琉璃瓦上 懒洋洋的打哈欠 晒太阳 皇上身旁的老太 艰辛想皇上 好不容易来御花园逛一会儿 这沈贵人 怎么还把皇上 最喜欢的凉亭给霸着 老太天问皇上 要不要把沈贵人叫走 让他别打扰皇上的亲戚 宣元凌则是说不必了 随后 他静止朝凉亭里走去 春华最先看见了宣元凌 这可把他给吓得不轻 于是春华连忙就跪下 沈青仿佛被惊醒刺的回头一看 一时间吓得他 连行李都忘了 回过神来的沈青 手忙脚乱地冲着皇上 喊着皇上万岁 宣元凌打量一番他那表情 虽然宫里都知道他喜欢这里 以往来御花园里 想要偶遇他的嫔妃倒真不是没有 但是看沈青这意外的表情 倒是有些意思 沈青本来只是想来御花园喂饼鱼 却没想到在这里又碰到了皇上 沈青悄悄看了一眼面前的宣元凌 心想这人指不定心里想什么呢 他不叫沈青起来 沈青也只能跪着 皇上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刻意邀宠吧 说实话出一次门 就撞见一次皇上 让他觉得自己是故意打探他的行踪 这情有可言 此时沈青内心两个小人在吵架 愤怒小人大喊着 就算怀疑自己和他故意偶遇 那也不能让自己就这样一直跪着呀 更何况 你又不是故意和他偶遇 真是个昏厥 幼稚圆精 另一个小人一脸的委屈 罚贵只是小惩罚 还没杀头就算好的了 愤怒小人顿时拍案而起 还杀头 不如我们干死他自己登上大宝 来吧 当皇帝多好啊 此时的皇上万万想不到 自己面前这个沈贵人的内心里热闹极了 但皇上完全没有想要让沈青起来的意思 沈青只能把头又低下去了 他暗暗地叹了口气 心想生活真是不易 按照原著轩原凌娜喜怒不定的行动 沈青还能怎么办呢 既然没叫起来 他就跪着我 老实点总没错吧 轩原凌抓着他 刚刚喂过鱼的糕点碎屑在那喂鱼 可是没一会 沈青就发现自己的腿已经跪马了 他偷偷看了一眼皇上 然后暗自动了动静 轩原凌和大太监居高临下 看着沈青偷偷挪脚底板 挪一下又停一下 又不敢有大的动作 轩原凌看着他那模样 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不过一回偶遇罢了 他对着沈青说了句起来吧 沈青低着头 听到这话却没起来 轩原凌眼睛一眯 沈青立马抬头一脸惊慌失措的样 皇上我起不来了 沈青刚才是想动 但这会儿他的腿是真的麻了 此时动一下就像蚂蚁爬似的 哪能说起来就起来 轩原凌瞥了一眼春华 春华赶忙来扶人 沈青好不容易靓强地站稳了 可轩原凌却起身了 他告诉沈青好好喂鱼 显然他这是要走了 沈青还能怎么办 得恭送皇帝啊 于是沈青又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嘴里喊着恭送皇上 可心里却在流着泪 我的腿啊 直到轩原凌走远了 沈青都还没有站起来 春华被吓得不轻 他话也不敢多说 沈青心里将这变态皇帝骂了一圈 可是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皇帝 女人穿越成了地位低威的沈贵人 逛个御花园结果 被皇上罚跪到腿了 沈青自然是也逛不了御花园了 由春华扶着回了昭华宫 秋卢瞧见沈青的样子 也吓了一条 贵人这是怎么了 春华便将遇到皇上的事 与秋卢说了 秋卢听完之后一脸的厌恶 这个沈贵人肯定是惹皇上讨厌 本以为他皮相好能得 没想到他这么不忠用 这昭华公往后的日子可怎么办 春华听着倒是一惊 你可不能这样说 这要是让沈贵人听见了可不好 秋卢则是满脸的不在了 让他听见又如何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春华皱了皱眉 他认为沈贵人平时 带他们这些下人态度亲和 这样在背后议论他不太好 说到这些秋卢就更不满了 带人亲和有什么用 本以为沈青这姿色好歹 也能在皇上面前露灭 如今看来皇上是不大在意美色 早知如此 还不如分到别的小种那儿去了 也不至于如今这般走出去低人异等 听说别的宫里下人都得到了赏赐 可这个沈青什么赏赐都没有 而且目前看他的样子 哪里还有机会 春华也不想和他再争论下去 他端着要向里面走去 秋卢看着他背影的眼神中 充满了鄙视 装什么忠心啊 说不定到时跑得比我还快 而这两人的举动都被沈青看着眼 这个秋卢往日就挨偷懒 瞧着模样就不像是忠心的奴乃 春华端着药膏跑到沈青面前 两人先涂上这要试试 沈青看着春华已经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留对的人在身边就足够了 看着自己红肿的膝盖 沈青感叹这句身体也太弱 还好他这昭华宫偏远又清静 可以让他好好歇歇 这时春华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说是近视房太监突然来了 皇上今日要照您事情 这还真让沈青始料未及 上午还以为我妖宠发贵 现在又要照我事情 这皇帝怕不是有什么大病 但是沈青也不能拒绝啊 就是他这膝盖实在是有些寒痴 春华这会儿一看沈青的膝盖 发现那亲子更严重了 瞧着真有些惨不忍睹 要不奴婢给您拿汁粉遮遮 沈青一阵无语 回头还要洗澡呢 遮什么啊 凡事也只能往好处想了 黑灯瞎活 可能他也不会注意事吧 说是要事情沈青心理复杂 也就一瞬间 他早给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 该伺候就伺候 如果不能避宠 没有能在这宫里安稳过活的命 那就想开点了 给皇上事情是什么感觉 沈青只觉得自己 就像是再采的猪 被人洗干定裹起来就抬走了 近视房的人对这流程熟悉得很 他们各个动作麻烈 然后沈青就被抬上了笼床 这准备工作做得很多 但是皇帝却也不是在等着 太阳还没落山沈青 就被人送过去了 可那边皇帝却迟迟不来 现在得晚上十一点了吧 沈青心里都崩溃了 这个轩缘灵到底还来不来啊 这也是一个大太监走了进来 由于皇上今日政务繁忙 所以来不了了 你们几个先将沈良人送回去吧 沈青眼前一黑 这狗皇帝玩我 说好的事情玩这么一出 怎么抬进来又怎么抬出去 沈青劝自己想开点 说不定皇上是半路被车创了 这特么不得让人笑死 他以后还怎么在宫里待啊 我怕是第一个去世寝半夜 被皇上派人送回去的吧 算了 这会儿大抵出来让人嘲笑 是真没人嫉妒我这脸了 也就是让我这本不如意的 生活雪上加霜罢了 沈青就这样叹声叹气的 被一群太监抬了回去 昭华宫里被送回来的沈青 竟然没有睡 一旁的秋露都要丑死了 你看他居然还能睡着 这心事有多大 刚才他被卷到被子里 出都出不来 还是你把他拉出来了 两人看着沈青一阵无语 春华也只能说些宽心的话 良人他也没办法呀 皇上那儿肯定是在忙前朝的事 事情的事还有下一回来 秋露一脸的不相信 这宫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 头一回事情就不顺利 回头皇上说不定就将他给忘了 哪还有下一次 说着秋露转头看向了沈青 真是白瞎了他这张理 这次春华再也忍不住了 良人虽然位分低 但也不是你我能够议论的 况且此事还没成定局呢 按规矩头一次 事情皇上和皇后娘娘 都会赏赐东西 良人事情不是那皇上和皇后 肯定会补偿良人的 你且等着瞧吧 被皇上翻牌子的人有很多 但是翻牌子之后 被皇上退货他还是第一个 这宫里耳聪目明的人多着 先前看沈青容貌好 还顾虑着他往后能得处 御膳房给他安排的膳食 都还看得过去 可是经过昨天皇上退货这么一遭 结果今天早上他的早膳 就比之前少了两道小菜 但沈青心里早有准备 本来他也没打算冒件 日子自然也不可能太好了 按照规矩这头一回事情后 还要去给皇后请安 可他这事情被退货了 到底还用不用去 不过好在皇后那边 显然也是得了消息 他派人送了赏赐过来 还传了话 说是不必过去请安了 其实就是不想让他去丢人现眼了 沈青还真要谢谢皇后 按规矩沈青是良人 头一回事情 怎么也有布料首饰赏赐下来的 结果皇后就赏了两只样式老旧的班里 还有两匹普通布料 都是些不值钱的货 皇后向来最贤惠不过 如今竟然就给了这么点赏赐 这意思不就是皇上 不带见皇后也不喜欢吗 他哪想到这情况 皇后也头一次遇见 没事情按说不好赏 如今就是意思一下 免得沈青太尴尬 春华看着那赏赐心里满是担忧 等沈青午休时候 秋露便有些坐不住了 他悄悄找到了春华 昨日我问了李萌萌 他那还缺人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春华惊呆了 你这是做什么 秋露面上不愤起来 就如今这样子 你还瞧不明白吗 这沈良人怕是没救 皇后娘娘 差人送了这么点东西过来 这不是明摆着敲打他吗 他在皇上那不得脸 皇后娘娘也不待见他 这还能翻身吗 御膳房的人都是见风使多的 今日早晨你去拿的时候 不可能没瞧见他们的嘴脸吧 春华是瞧见了 人家小主派人拿早山御膳房 都是客客气气的 可到了他这儿 就剩下点汤汤水水了 他就是想多要点点心 人家都直接说没有 这宫里有的是捧高踩低的人 这强倒中人推那都是常态 春华想了想 良人总归待人温和 留下未必不好 秋路也不强求春华 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 秋路直接来到沈青面前 李嬷嬷今日来寻奴婢说 他身边缺个人 想要将奴婢要了过去 按理说奴婢是良人的人 可是在奴婢入宫时候 他就提携过奴婢 沈青差点笑出来 先前就瞧着秋路管粉 没想到他还是个当机立断的人 我这边刚被皇上退货 他这边就要走人了 在宫里不受宠连宫女都要欺负你 由于沈青被皇上退了货 就连他身边的宫女秋路都想要走人 沈青说的情真意切 我知道你跟着我不容易 这事不怪你 你走吧 秋路还以为至少要受一顿训斥 哪知道沈青这么好说话 他心里头非但没觉得沈青好 反而觉得这人只怕是真服不起 这性子在宫里 那还不是谁都能来踩两脚 到了入夜 轩元灵这边又到了翻牌子的时候 竟是房的人送来了绿头牌 问皇上今晚想要翻谁的牌子 轩元灵瞧着牌子 突然说了一句 昨天就给他送回去了 太监王德一时没反应过来 还是大太监赵海提点的一句 沈良人也是头一个被传来事情 又给抬回去的 王德一听皇上竟然还记得这沈贵人 这宫中女人这么多 这还没事情就能叫皇上记住 这不就表示还有下回吗 只见轩元灵连头都没抬 那今日还是他吧 当晚沈青就按照昨天的流程又来了一回 他又被人抬到了龙床上 今日可就跟昨日不同了 抬过来的时候 沈青就瞅见龙床旁的轩元灵了 沈青心想 方才通报的太监说了不少好话 去看轩元灵 正见他随手将书往旁边一放 你可怨赠 沈青一阵无语 好家伙 谁他妈敢说怨你 可这话不能这么坏 沈青马上做出个茫然的表情来 而后才仿佛想明白了点什么 他露出点惊恐的表情 臣妾不敢 轩元灵勾了勾嘴唇 到底是美人 瞧着也赏心悦目 是不敢还是没有 沈青知道轩元灵的性子不好揣测 也知道他不是没脑子 想了想才说道 昨天我是有些怕 以为皇上咽起了臣妾 但今夜皇上又找臣妾 臣妾就想明白了 皇上不是有意量的臣妾 也不是讨厌臣妾 是昨晚真有事 轩元灵眼睛眯了眯 沈青眉眼弯弯的月发明咽起来 他粉面相塞 修长景象之下 让颈被遮住什么都瞧不见 起来替阵更衣 沈青有些含羞 臣妾只穿着骗驴啊 可轩元灵就这么瞧他 沈青心说这狗皇帝是真坏啊 他被皇上瞧得面红耳赤 但他还是硬撑着自己坐了起来 沈青小心翼翼瞧了轩元灵一眼 这会儿还要装着若无 歧视要他宽衣 他扭扭捏捏地来到轩元灵身旁 轩元灵以为沈青是故意的谋认 沈青本是美艳之人 这会儿倒显得有点娇憨笨拙了 但看着沈青解扣子的动作 轩元灵看得出沈青是真的人 第一次事情的沈青 完全不懂功力的流程 他按照皇上的要求 解开了最后一颗扣子 然后沈青疯了一口气 像是完成了什么任务一眼 轩元灵一双狭长的双眸紧盯着沈青 然后说了一句过来 沈青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 他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他真不知道这事情都是些什么流程 只见轩元灵突然向沈青慢慢靠近过去 然后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看的了 十分钟之后 沈青看着身旁的轩元灵 心想自己可不能在这里睡着了 除非有皇帝的特许 否则别人是不能在龙床上睡觉的 此时的皇上正看着上方正正出神 我想他大概是在思考人生 突然他坐起来对着外面大喊 来人给我备水 几个宫女马上端着热水走了进来 很快御桶就被装满了热水 轩元灵看着床上的沈青 下来伺候真沐浴 沈青一愣 还得伺候你沐浴 你这宫里是没有会搓澡的人吗 可是他还能怎么办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宫里搓澡都是什么流程 所以此处只能省略一万多字 沐浴完的两人躺在龙床上休息 突然沈青的肚子咕噜一声响了 沈青一惊 他看着轩元灵朝着他肚子看过来 这回是真的尴尬了 他从早上开始就没吃好 门闹一出完毕归照 今天早上开始饭菜就差了很多 沈青一脸紧张地看着轩元灵 皇上我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一整夜没有睡 轩元灵看着沈青那尴尬憋屈的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没人说你是故意的 轩元灵大手一挥 传善 昨天晚上沈青就饿了 可是他又不是皇帝 再饿也得挺着 没想到今日皇帝大发慈悲居然放饭了 沈青对刚才被折腾的憋屈都放下了 尤其擅访的将宵夜送来时 他的眼睛看得都发亮了 这会儿是真一点都不困了 沈青眼巴巴 瞅着轩元灵也不说话 轩元灵瞅了一眼 还有炖的木瓜血含牛肉 他指了指让人放到沈青跟前了 沈青看着心里一阵无语 他现在这火爆身材狗皇帝还让他补 但他哪敢不吃 索性这玩意儿是真好吃 他也是真的饿了 于是他一边矜持一边给自己填饱肚子 轩元灵只是吃了两口就不吃了 他瞧着沈青吃饭那津津有味的样子 他那小嘴一开一盒的竟吃了不少东西下去 沈青吃了好一阵 才反应过来轩元灵瞧着他呢 他只能越发专注吃东西了 等沈青吃的差不多了 轩元灵才吩咐让人送他回去 第一次事情的沈青竟然饿了一宿 幸亏最后劳累一夜的皇上也饿了 于是沈青终于混上了御膳 可是这个狗皇帝吃了两口就不吃了 沈青看他向自己靠近心里一听 他下意识地躲闪开皇上那想要吃人的眼神 皇上 臣妾还饿着呢 皇帝这才受了收心神 心想着沈青真是一个溪谷炸碎的国妖精 他看着沈青的脸上带着一丝幻笑 朕就是瞧着你吃饭有趣 沈青一阵无语 心想你这说的谁信啊 自己还是快点吃完回宫吧 沈青就这样在皇帝的注视下 把一桌子美食吃了个干干净净 皇上看沈青吃饱喝足了 才吩咐人把他送回去 沈青心里着实松了口气 而后就是行礼告辞了 只见两个宫女马上走过来 扶着沈青从里头出来 这回沈青可不是被退后抬回去了 而是被人送上了豪华的软教 负责送他的 还是先前来报信那小春子 沈青上了软教后 才去楼身上酸痛的地方 心里又吐槽那狗皇帝是真的狗啊 昨天是饿坏了 今天是吃得多撑的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事情玩自己也算是正式入职了 以后这后宫混成什么样 就得看这走肾的皇帝 能让他爬到什么地步 轩人灵看着轿子离开的方向随口吩咐道 赏赐吧 他出身地 没有傍身的银子 将繁琐的东西折了银子给他 随后他顿了 回头让玉膳房仔细点 瞧他那馋嘴的样子 像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一样 丢人 赵海新说皇帝还亲自吩咐上吃的了 看来这沈良人伺候的不错了 显然皇上是比较满意的 这宫里头未奔什么的是重的 但可能伺候的皇上舒坦满意才是最重要 赵海应了一声 便出去吩咐人去了 他找到自己的干人 明天赏赐你按规矩 不过要将反锁的折了银子 这沈良人在宫里 只怕是没有银子时 至于御膳房一贯是看人下菜碟的 小下子你去一趟 也叫那边人知道 往后吃十方面别怠慢了这位沈良人 小太监有些不懂 干爹 他不过就是一个 试请过一次的良人 至于这样吗 小太监看着自己的干爹满领意乎 沈贵人只是请过一次 至于又送金银又安排御膳吗 可大太监赵海顿时就冷烈 你懂什么 虽然他只是请过一次 但是架不住皇上满意 你去的时候上点心 态度一定要好一点 这是皇上亲自吩咐 小太监马上意识到了 这是皇上的指 于是麻溜的去办了 有银子又顾上吃食 那往后沈青的日子 可就好过很多了 沈青这会儿 倒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出 他被人抬回来之后 春华这回是这儿 巴金松了口气 他是真心为沈青高兴 还冲着沈青到了喜 不过沈青是真让薰原林给累着了 也因为吃饱了 回来的路上就昏昏欲睡 这会儿更是沾了枕头就睡了 他这一觉睡得前所未有的沉 等沈青起来 没一会儿送赏的就来了 沈青一看那赏赐就乐了 连忙说多谢公公了 这赏赐显然是有人给他关照了 否则送一些没用的东西 那他还是穷啊 一般如果有身份的女人 在出自事情之后 如果得了皇帝喜欢 还能得得分号的 但是他这儿 只有赏赐没有封号 就叫外头人以为皇帝 虽然是满意沈青 但也没有让皇帝色灵置昏 不知道皇帝是不是故意的 但沈青觉得这样挺好 没封号就不眨眼 至少皇帝这证 八斤赏赐了一会儿 这么一来他就有钱了呀 入宫十来天了 这赏赐真是来得妙啊 沈青看着大把的金银 很是开心 没想到皇上这么细细 还特意将珠宝布匹 换成了能使的金银 这时沈青听见外面 有人喊着给良人请安 接着几个宫女 端着东西走了进来 是皇后娘娘命人 送的赏赐来了 沈青看着赏赐的物件 果真比起之前 那送了个簪子的待遇 好了不少 不只有绫罗绸缎 还有手势 沈青这回开心了 他马上吩咐春华 对送赏赐的宫女 进行了审赐 春华看着刚到手的金银 就这样赏出去了一阵心疼 而后就是送早膳的来了 昨天沈青的膳食 就只有一碗白粥一点小奶 今天就按着高标准的来了 更不用说往日 都是春华自己去拿吃食 今儿春华与他一起接赏呢 就一直没去拿早膳 这会儿御膳房的人 自己就给送来了 这可有点招人眼了 昨天还吃着咸菜 喝着粥的沈青 今天突然就吃上了四个菜 看着御膳房 亲自送来的丰盛御膳 沈青觉得这里头有七情 他问身旁的春华 今日这早膳是不合规矩吧 这宫里不得宠的美好东西 都是老规矩 只是美好东西 倒不至于没东西吃 怎么今儿的膳食 立马就变好了 春华让沈青放心 御膳房的说了 这是皇上吩咐的 不算娱乐规矩 沈青一听心说 难道昨天 他还给轩原灵留下吃货的印象吗 这么一想觉得是好事啊 他倒都记在心里了 于是沈青才开始 放心地享受美食了 吃到一半 沈青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这吃货的人设好啊 既有好吃的 还能让别人觉得 自己这个吃货没有威胁 自己以后一定要保持住 沈青这边可以说是舒坦了 但后宫里 可就有人不舒坦了 原本后宫一众人 还在看沈青笑了 结果不到一天 这剧情就反转了 皇上再次照他事情不说 还特地对他赏赐了一番 但话头传到于妃那儿 可就不让人舒坦了 那位沈良人手断了得呀 今日皇上与皇后娘娘赏赐了东西 特别是皇上 还亲自嘱咐了御膳 于妃听完大怒 新入宫的一共就八个人 其他人皇上都没赏 怎么就独独赏了他 于妃身旁伺候的文秋说道 娘娘忘了 这沈良人不是没的封号 也没有身位分吗 其他的多多少少 都有封号位分 就他没有 而且前日不还到了那么一出乌龙 让大家看了笑话 皇上心词 想必也有补偿的意思 于妃心头还是不大舒坦 想到他那张脸 本宫瞧着就来气 沈青拜见时 他就注意到了 不得不说沈青长得是真好 好到他看一眼都觉得心里烦 身旁的宫女继续安慰着他 娘娘 宁可别为了他生气 沈青即使容貌再好 他总归是小门小户出身 尚不得台面的 前朝后宫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沈良人那身份注定就是个玩意儿吧 更何况宫龟在那摆着呢 即便他真有孩子了 都不能自己 有什么用呢 这话不必说得太清楚 于妃心里头明白得很 他冷哼一声又转念一想 皇后无子多年 沈青那样的皇后指定喜欢 他没全没事有样貌 皇后能不喜欢吗 他想孩子都想疯了呢 于妃想着略有不懈的笑起来 可惜今日并非请安之日 见不到今日沈归人向皇后谢恩了 第一次事情的沈青 就得到了皇上的重伤 心情大好的他 又吃了顿舒心的早餐 但是吃完早餐之后 就要这儿巴金去谢恩了 这恩自然不是要去谢皇帝的 中宫是由皇后管着的 前一次他被退货皇后 吩咐他不必谢 但今日可就不一样了 沈青正式入职之后 就该去拜见皇后了 于是沈青一路到了皇后的凤离宫 他这是第二次来这里 不同的是 之前进宫那次是很多人一起来的 但今日谢恩的就只有他一个 沈青规规矩矩地行了礼 皇后瞧见他笑了笑 并给沈青赐了座 皇后身旁的宫女还给他上了茶 要说这皇后瞧着 真是挺客气和善的 皇后瞧着沈青的模样 感叹道 皇上前日因前朝的事情冷落了 你可吓着了 沈青抿了名嘴唇面色 尴尬地说了句 臣妾不敢 皇后一副庄严的表情 你未分别 这宫里奴才一贯会看人下菜碟 可有冷落 或是让你受委屈的 沈青装作有些惶恐的样子 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皇后瞧他那模样笑了笑 这新入宫的沈青还有些声索 模样倒是生得真的好 连害怕的样子 也是让人看着渴 也难怪他得了皇上的赏 这样的小妖精 哪个男人见了不喜欢 皇上喜欢才好呢 想到这里的皇后 又接着说道 皇上不是个爱美色的人 平时他忙于朝政的时候 你也别多想 如今皇上赏赐了你 自然往后就没人叫你受委屈了 先前那样对待你本宫 也不好说什么 你可懂得 沈青一阵无语 本来他装得挺好的 但是皇上不是个好色的人 这从何说起 这皇后娘娘对皇上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沈青当然不能将这心理话说出来 于是他面上表现出很是感激的样子 多谢皇后娘娘 皇后点点头 你要尽心伺候皇上早日开支散烟 才是正审 沈青面上又有些羞索 皇后的意思 当真是明显的不行 先是提醒他位分低 要叫人看不起 所以没了恩宠日子就不好过了 二是提醒他如今应该先想着生孩子 嫔妃的作用不就是这个吗 明面上瞧着他是提点沈青 但如今这后宫都知道 因为皇后没有嫡子 才让于妃占尽了风光 皇后未必没有拿别人孩子来争宠的意思 难不成皇后还能真喜欢他 这个表面端庄的皇后暗地里 却是一个非常阴狠的人 还好沈青看过原著 知道皇后有多少手段 皇后哪是什么心善的好人 她今天这一番 无非是让沈青快点要个孩子 等沈青有孩子之后 无非就是老手段 去母留子 皇后这嫡母抚养嫔妃的孩子 虽然天经地义 但生母还在的话就不好了 这既能有个孩子傍身 又能让皇帝多来几次 而且也不妨碍皇后自己以后有孩子 多么一举多得的事 让沈青早日开枝散叶 并不是想要让沈青过上好日子 那是让沈青奔着鬼门关去的 沈青虽然心里觉得晦气 但面上还是表现得很茫然 她有些似懂非懂的样子 不懂还好 懂得多了皇后就留不得她了 皇后瞧着沈青的模样 与其轻柔地安抚着她 你如今未分兵 皇后在宫中有什么难处 或是有哪个不长眼的奴才怠慢 你尽可以来告诉本宫 沈青看了一眼皇后 然后马上泄伦 皇后顿了顿 本宫想起来赏了你一些首饰 倒没有赏你胭脂水粉 恰好本宫这儿 有新进宫的胭脂水粉 她让身旁的宫女 去拿了给沈青 沈青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谢皇后娘娘 皇后又思叹息 又肆意犹所指 好年华能有几年 你如今正是含苞待放的时候 更要好好打扮 这宫中从来不缺美人 叫皇上记住也是难事 一般人一听这话 不得想方设法争宠 争取早点生娃吗 沈青拿了皇后赏资的 胭脂水粉出去 出了凤一宫 便往自己的昭华宫筒 宫女春华正站在昭华宫门口迎她 沈青将那胭脂水粉 交给春华 这些东西 她自然是不准备用的 她回头对春华说 你知道我平时喜欢看些医书 此番去见了皇后娘娘 听皇后娘娘一番教会后 我觉得皇后娘娘说的有理 好年华能有几年 先前在医书上 瞧的美容养颜的方子 回头你去药房取些草药来 咱们自己兼着用 春华也没有怀疑什么 这宫中要保证容貌 隐得皇上喜欢 这多么正当的理由啊 沈青如今刚得了宠 便能上进也是好事 春华将那些胭脂水粉 放好便去了一堂药房 沈青让春华取的是 避孕的方子 但药房的人 是从不明的 沈青怕被别人看出来 于是他分了几批 还夹杂了许多 其他药来扰乱视线 幸亏他心中 早就不想有孩子 于是便早有准备 提前看了医书 穿越到后宫当贵人的沈青 因为不想要孩子 所以此时 他正在自制神药 各种草药在他手中一搓 就成了神奇小药王 沈青拿着小药丸美滋滋 有了这个玩意儿 他的心里就有安全感了 这次他一共做了五颗小药丸 想着暂时是应该够用了 避孕这个事在宫里是大吉 因此他做药时 也只对春华说 是美容养颜的方子 趁着没人注意 沈青把小药丸 藏到了自己的暗阁里 旁人来看也都以为 沈青是在导供美容的方子 他们也笑话过沈青 到底是小门小户出声 才是请一次就想着这些玩意儿 但一想到沈青那张美艳绝伦的脸 他们心里头 又对沈青做的那些个美容的东西很好奇 自己也都想要试一试 沈青不知道自己这番举动 已经传到皇后的耳朵里了 皇后一听就笑了 她倒真将本宫的话听进去了 一旁的侍女说 这才好呢 但她有了孩子 皇后娘娘 您也能得偿所愿了 皇后只肩自手中的茶盏盖子上滑过 但愿她是各中用的 便是身份低一些 皇上的孩子也总是金贵的 说到孩子 这几天 于妃又用二皇子和三公毒妖宠了 皇上这几日天天往忠玉宫去 别的宫她是一个也没去 有了皇上的恩宠 这于妃最近怕是又不消停了 皇后皱了皱眉 二皇子和三公主确实乖巧 皇上也宠爱他们 这导致于妃嚣张跋扈也属实正常 皇后的脸色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她边说边摆弄着自己新作的美甲 很快于妃就折腾不起来了 此时于妃受宠的消息 在宫里传得沸沸扬扬 春华正会声晦色的给沈青讲 我听后面的小太监说 皇上一脸宠了于妃几日 现在的于妃娘娘嚣张极了 连走路都带风 沈青一边吃着糕点一边感叹道 这个于妃真是好体力 就皇上那怪物一般的体力 完事走路还能带风 真是厉害 春华又接着说 不过后来太后一道指令下来 于妃就乖乖的吃斋念佛去了 于妃娘娘肯定是气坏了 今日请安您可要仔细些 沈青满脸的不解 她受罚有我什么事 于妃在太后那吃了瘪 应该也不至于找我的麻烦吧 穿越到后宫的沈青 迎来了第二次集体请安 沈青还是跟上次一样来得最早 后宫里的其他人 也陆陆续续的来了 沈青今天打扮得不出挑 妆容化的也只求一个普通 奈何于妃一来视线 就在她脸上扫过 沈青心里是真晦气 这于妃真跟个斗鸡似的 怎么还真盯上她了 沈青真想抓住于妃的肩膀 告诉她 聪明的女人搞定男人 笨女人才总想着搞女人呢 众人给皇后请安之后 就纷纷告退了 沈青心想自己还是快点溜吧 省着于妃找自己的麻烦 没想到她刚从里头出来 身后就传来了于妃的声音 沈良人 本宫听闻你对那美容养颜 颇有心得 沈青也只能应付着 臣妾确实研究了一些 美容养颜的法子 只见于妃轻蔑地看着沈青 那你跟本宫去我的忠玉宫里 让本宫也瞧瞧你的手段 这是明摆着羞辱沈青来了 沈青能怎么办呢 她只能硬着头皮说了一句事 她身后许多人也都瞧见了这一 于妃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喊她 倒不是真要害她性命 大抵还是看她不顺眼 想给她的下马规 对此沈青心里早有准备 到了忠玉宫的沈青 很是乖巧 于妃娘娘 不如让臣妾将方子写出来 在旁人身上示范给娘娘看看效果 如此这般娘娘 不但能看到直观的效果 还能让伺候娘娘的人学会方法 这样娘娘往后就能自己在宫中保养了 沈青那态度要多恭敬就有多恭敬 于妃瞥了一眼沈青 然后眼神看向身旁的文秋 文秋马上就明白了 沈良人您说需要什么 我会为您准备所需要的物品 于是沈青就开始了他的操作 他一边写着方子一边想着 反正都是装孙子 人家于妃还知道找借口 他只要装作 不知道人家是故意找茬 然后对人家恭敬点 也总不至于被整得太惨 幸亏他才到于妃会找茬 沈青也就做了准备 就在沈青准备好一切东西 开始给宫女做美容时 于妃说话了 你这样站着本宫看不清楚 跪着坐吧 沈青穿越成身份低微的沈贵人 现在被于妃要求给他的宫女做美容 而且还要求沈青跪着坐 但沈青却没有反抗 他知道于妃就是想要给自己个下马威 于是他装作满脸都是成荒成荒 这种刁难不过就是老三样而已 于妃看沈青那模样哼笑一声 心想这个沈贵人倒还算是懂事 自己本想给他个下马威 但沈青这么恭恭敬敬的 倒让于妃感觉到无趣 等他瞧见沈青的美容方法 在公女脸上有了成效他才来了兴趣 心想等沈青走了之后 让底下人往自己脸上也试试 于是他没有再为难沈青 让他回自己宫里去 离开忠玉宫的沈青 回到了自己的昭华宫 春华倒显得很是着急 两人您怎么才回来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沈青只是说自己被于妃娘娘留了人 春华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看着沈青腿上的一片红肿有些心疼 这于妃娘娘怎么能如此欺负人 沈青撑了个懒腰并没有多说什么 像于妃这种咖位的 在后宫他有孩子家长 在前朝他有家族的支持 连皇后都是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眼下面对于妃的找叉 沈青只能尽量保住自己 拿于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过于妃那个咖位的自然有别人盯着他 这会儿用不着自己来对付他 而且知道于妃往后要被女主斗死 如今看着也不过是于妃生前的蹦 沈青还是能安慰自己不要跟死人计较的 虽然他装了回孙子 但是沈青心里并没有太多的委屈 轩原灵在于妃那儿过了几天 他眼下就三个孩子 多去瞧瞧于妃倒也无妨 不过太后喊于妃去抄佛经意思就够明显了 显然是不让皇上亲近于妃 由于轩原灵对于妃惹破了头 导致如今的于妃嚣张跋扈 这样轩原灵很是头大 于是他索性连着几日都不翻牌子 也不去后宫 最近前朝是忙 他又连着忙了几日 今日近视房又端着牌子来到皇上面前 因为轩原灵几天不翻牌子 近视房心里也是忐忑官 轩原灵看了一眼绿头牌 说起这床帝之欢 他突然想起沈青那个妖嘴来了 这是一个吃了疯狗端一样的皇上 每天都坚持翻牌子 他竟然还能走路带风 今天他轩原灵又要翻牌子了 近视房的太监十分懂事地把牌子端了上来 轩原灵先是看了看于妃的牌子 先前他连着几天去于妃宫里玩乐 导致太后把于妃罚去超京祈福去了 这不摆明了是逼着皇上去亲近皇后吗 轩原灵本不想理会太后 但最近于妃却因为自己的毒宠越来越嚣张跋扈 想着确实也该挑打敲打了 要不然他于妃早晚得上房接网 见皇上迟迟不肯翻牌 两个小太监有点着急了 其中一个马上给另一个地雷的眼神 大概是想让他劝劝皇上翻牌的 要不然太后又要责怪他们了 可另一个小太监拒绝了他的提议 心想还是你说吧 轩原灵怎么会看不出两名太监的意思 心想这真是皇上不及太监计 轩原灵看了一眼绿头牌 突然他想起沈青那个妖精来了 只见轩原灵拿起沈青的牌子 对身边的两个太监说 去昭华宫 很快皇上就来到了偏僻的昭华宫 宫女春华此时正站在卧房的门口 看见皇上的她差点被吓死 这皇上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他慌乱中想要喊沈青出来接驾 可是却被一旁的轩原灵给制止了 春华不明白皇上想要干什么 他想要阻止皇上向卧房走 但谁又能拦得住皇上呢 拉开卧房帘子的轩原灵一愣 因为刚吃了晚饭的沈青 正在床上练瑜伽 轩原灵进来的时候 正瞧见他那个古怪姿势 因为练瑜伽 沈青穿得很是轻薄 再加上他的身材凹凸有致 导致见过无数美女的轩原灵也愣住了 此时沈青的脸蛋因为运动有些红 身上也已经是香汉淋漓 这让见过大风大浪的轩原灵 都差点就把持不住 他强行说了收心神 然后才说话 你在干什么 听到这话的沈青真的被吓了一跳 他连忙收了自己妖娆的姿势 皇上您怎么来了 轩原灵看得出此时的沈青是惊慌 但他实在是太想知道沈青是在干什么 难道是在练什么神功 轩原灵慢慢向着沈青走过来 正不能来你这里吗 沈青被这句话给问住 心想你堂堂的陛下 有哪里是不能去的 可你竟然能赶着我练瑜伽的时候来 想着自己满身的汉沈青就羞红了脸 他突然拉住了轩原灵的衣角 嘴里轻声喊了一句皇上 此时的轩原灵看着自己面前的沈青 心想这个小妖精 这是又要干什么 这是一个吃了疯狗丹的皇上 他不光能每天坚持翻牌子 现在既然在大白天就往后宫里跑 真不知道他这是吃了多少疯狗丹 才能让他的精力如此旺盛 此时在沈青的昭华宫内 沈青看着突然来自己宫里的皇上有点懵 因为正常都是皇上翻完牌子太监把他抬过去 怎么今天皇上自己来了 沈青走到轩原灵面前 他抓着皇上的衣角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轩原灵看着眼前沈青小心翼翼的模样 这让他再次想起了太后宫里的那只白猫 那只白猫在讨好人的时候 也是这样伸出小爪子抓人 只见轩原灵的嘴角勾了勾 朕不能到你这里来吗 沈青连忙说 皇上自然能来 臣妾只是一时欢喜糊涂了 不知道该对陛下说些什么了 轩原灵心想这后宫里的女人 轩原灵眼神有些变了 他微红的脸凑到沈青耳边 那你想证了没有 沈青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此时他的脸更红了 自然是想皇上了 这声音里带着点少女独有的娇媚 又有些小心 那被逼迫说出来的情话 却能叫人听到心坎里去 轩原灵彻底被沈青给你的神魂颠倒了 不等沈青反应过来 轩原灵已经一把将沈青搂在了怀里 沈青倒是一愣 这皇上这回怎么不装了 上次事情的时候 不还是按照宫里的流程口了吗 沈青还以为皇上就喜欢这个调调呢 心想轩原灵这样不装也挺好 这就省着他沈青装了 沈青正想着呢 只见轩原灵突然贴在沈青耳旁低声说道 当才你在练什么武功 能不能带着我一起练一次 沈青被皇上的这句话已经呆了 当才自己练的是瑜伽呀 难道轩原灵是想跟自己一起练瑜伽 皇上想要跟沈青一起练瑜伽 但是练着练着就变味了 他竟然忍不住在沈青身上咬了一口 好在这回沈青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然后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看的 十分钟之后 皇上已经整理好了衣冠坐在了床边 他让沈青好好休息 不用起身送自己 沈青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还行也没太累 同时心里想着反正你开心就好 轩原灵突然凑到沈青面前 不太累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赤裸裸的在挑衅阵 沈青马上把自己埋在了被子里 臣妾实在是累极了 皇上您慢走呀 挽回点面子的轩原灵这才离开 临走还不忘想着让玉膳房 给沈青送点补品 等皇上走远沈青才喊春华进来 他让春华给自己揉揉身体 春华一边给沈青放松身体 一边解释着 皇上来的时候 奴婢实在是没拦住 他不让我喊你就自己往里闯 奴婢都要吓死了 沈青知道这不能怪春华 谁知道皇上今天会自己来 再说谁又敢拦着他 突然外面有人喊沈良人 春华听着 就像是玉膳房送菜那个小太监的声音 准是皇上派人又给您送膳来了 果然一桌子美食被送了进来 沈青一边吃着美味 一边还说着 这真的太好吃了吧 新手好家伙 他这吃货人设真的是立住了 皇帝居然还记得头位 其实是轩原灵见他确实累了 又回想起上次他吃东西那模样 于是今天就索性给他传了御膳 本来这事情也就这么回事 结果第二天就来麻烦了 此时的沈青正在摆弄他的草药 结果于飞却派人过来了 他说上回沈青那个美容养颜的方子 手下人说是没学权 今日来请沈青过去再交一交那些个不成器的奴才 既然是于飞传唤 他哪敢不去 此时沈青真心觉得这于飞往后死得不远 怎么逮住一个人就折腾得没完呢 但他也只能跟着宫女又去了忠玉宫 可是等他到那边人家去告诉他 于飞娘娘在睡午觉 让等着也就算了 他们还不让沈青进去 就让他在外头站着 这会儿外头太阳正足着呢 这可真是都懒着眼神 这针对的事不是有点太明显了 但沈青还能怎么办 等着就等着吧 没让他跪着都不错 这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可是细平嫩弱的沈青怎么受得了个大太阳 现在他感觉自己已经被晒得发烫了 此时一股无名火在他心中升起 他今天就要看看 这个于飞到底要做什么样 身份低微的沈青又遭遇了于飞的暗算 现在他正在于飞宫外的烈日下暴晒 沈青明知于飞是在故意找事 但他还能怎么办 这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他白皙的皮肤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红了 两个小时之后 沈青终于见到于飞 他在于飞面前一个亮枪 险些摔倒 于飞瞧他那模样 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被戳磨后的沈青反而更偏角色 心想这张脸怎么不长在秉公脸上 沈良人你这体力实在是太弱了 才晒了这么一会儿 又满头大汗了 你这样本宫瞧着都担心呢 沈青嘴上还得说着谢谢娘娘关心 心想你担心我就放我回去啊 于飞则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你也是伺候皇上的人 怎么身子这般弱 才站一会儿就受不住了 若是往后皇上让你去伺候笔墨 墨飞是连墨条都拿不住 你难道还能对皇上说自己没利己吗 来人哪 去给我取言台墨条 沈良人 你得好好练习一下言墨 争取皇上用得着你的时候 能派上用场才是 沈青真无语了 这个于飞真是有点意思 你这欺负人还得找这么多理由 说这么一大堆干啥 还不如直接罚贵痛快点 沈青心里也觉得于飞很烦 但没办法只能按人家说的错 人家比他位分高 真是官大一击压死人 于飞端着茶杯悠悠哉哉看着 时不时的还要指点两句 此时沈青额头已经开始冒汗了 他的面颊上因为太阳晒得发火 嘴唇也干得有些发白 整个人摇摇欲坠 仿佛随时会跑下去 文秋连忙凑到于飞耳边 娘娘 沈青毕竟是公妃啊 于飞瞧了瞧自己新做的指甲 今日就这样吧 明日再过来 教那些个吓人就是了 沈青都要气死了 还明天再来 怎么还真是没完啊 向外走的沈青宽慰着自己 这位于飞反正是要死的人 这会儿就当他是在坟头蹦迪了 自己只是想要苟着好好活下去 可这于飞三番两次的弄自己 实在是太残忍了 沈青想着必须要想个方法 让他叫不动自己才行 他皱了皱眉 然后又走了没几步 就一个两枪躲在了地上 文秋只听见自己身后咚的一声 回头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 他赶忙向沈青冲了过去 沈良人你怎么了 在后宫里没有地位 连宫女都敢欺负 沈青虽然只是一个贵人 但那也是皇上的人啊 看着他晕倒在地上 宫女连太医也不清 就直接非常粗暴地掐他人躲 等沈青悠悠转醒之后 他又被灌了几口酱薯汤 文秋一服下破了胆的模样 沈良人您这是怎么了 沈青强撑着自己说 我没事 文秋让其他人 先把沈青带去阴凉的地方歇息 又去取了一些茶水 让沈青缓一缓 然后他就去找于飞去了 禀告娘娘 沈青还没走出忠玉宫就晕倒了 奴婢给他掐人钟 又灌了酱薯汤他才行 于飞心中有些疑惑 你说他不会是故意装晕的吧 文秋则表示沈青不像是装的 看他的样子也是吓得不轻呢 于飞听到这里 才算打消了疑心 文秋一脸认真地看着于飞 娘娘 母必多嘴说一句 母必知道您厌恶他的容貌 又不喜他屡次得赏 可他地位低微又这般胆想交入 这回是晕在忠玉宫里头了 可他吓唬要是在外头晕了 传出去让人说娘娘 您嚣张罢护为霍后宫 这可会坏了娘娘的名声的 于飞也知道这些 为了个不过长着一张好脸的沈青 是有些不值得 要是传出什么不好的名头 叫皇后抓了话头 就更不划算了 于飞只肩划过茶案 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罢了 让他明日别来了 他那一副模样 本宫瞧着都没劲 文秋马上把这话传给了沈青 娘娘体恤良人 良人您明天就不用来了 沈青就赶紧谢恩呗 回到昭华宫的沈青 让春华取了面膜敷了脸 春华在一旁满脸的担忧 于飞娘娘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沈青摇摇头 我们得罪不起于飞 此事也不许声张出去 就是因为想得到安宁沈青 才故意晕在忠玉宫里头上 这要是在外头晕了于飞 就该说是沈青坏他名声了 虽然他沈青位分低 可说到底也是皇帝的女人 于飞也不敢做的面上太不好看 沈青这么晕一遭 至少一段时间内 于飞不会再找这个麻烦了 这时沈青内心的愤怒小人跳了出来 他指着沈青大喊着你真傻呀 被别人欺负了 也不知道还手 穿越成贵人的沈青又被欺负 这时他心中的愤怒小人跳了出来 沈青你是傻吗 别人欺负你 你都不会还手 你要学会利用自己的美貌 诱惑轩辕灵 让他狠狠地处置那个女人 沈青微微张开眼 利用自己晕倒让皇帝知道之后 责罚于飞 沈青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不可能 他是什么身份 于飞又是什么身份 说句扎心的话 别说他今天是晕倒 估计他今天就是死在于飞宫里的皇帝 也就一句从轻发落 回头于飞该得宠还是得宠 这就是后宫 他没觉得自己伺候过两回皇帝 皇帝就能对他有什么感情 眼下的他对皇帝来说 不过是个床榻上有意思的玩意儿罢了 于拥有一个靠谱娘家的于飞 比孰轻孰重 别说是皇帝了 让沈青选的话 他也得选于飞 春华知道这个道理 总归都是伺候皇上的 虽说良人位分低 毕竟还有往后呢 良人福气必定在后头 眼下这些别往心里去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 可真遭不住这么憋屈啊 一开始他知道自己要装孙子狗活 可他上辈子一个千亿集团的千金 从小娇生惯养的 真就没这么憋屈过 穿越过来不说走上人生巅峰 可也不能这么憋屈的过一辈子吧 沈青不得不考虑这个装孙子的成本问题 这么狗两年 真就不会被剧情杀吗 才是清两回于飞就准针对他了 他往后不可能不事情的 也不可能故意惹皇帝生命 沈青本来想先于两年避开死亡节点 然后等着走剧情的 毕竟他是手握剧本的 不出差错 他是能走向比较好的结局的 但他来得有点太早了 女主还有两年才能进宫 既然他都重活一回了 就这么憋屈活着那叫生活 那最多叫生存吧 看来狗这是行不通了 还是按照自己想法来吧 不然 我还不一定能撑到楚灵龙入宫呢 首先定下一个小目标 要让狗皇帝满足他的日常损需 他要先彻底解决自己吃饱穿满 这些基本问题 并不是现在这种短时间的解决问题 而是持续性的 现在沈青唯一的出路就是得宠 我不能拿以前那一套再敷衍薛元凌了 是时候换换风格了 这得宠还得勾搭皇帝 得叫他念念不忘开心 穿越成贵人的沈青 决定不再拱着了 他打算奋发图强去争宠 三天后 薛元凌翻了沈青的牌子 小春子马上来给沈青报信 沈青又对这个董事的小太监进行了奖赏 这回薛元凌自己没来是翻了牌子 那就是让沈青过去 于是沈青马上进行沐浴更衣 心想得宠不意味着要宠灌后宫 因为那样对于自己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自己还是先定个小目标 先整他一个亿 让自己以后不愁吃穿用度 之后沈青就被人抬着送到了薛元凌的寝宫 还是被那个熟悉的大棉被裹着抬去的 薛元凌也依然还是以往那个造型 他单手撑着茶几手里捏着一本书 沈青被送进来石薛元凌的书 大概是正看了来劲 一时他竟然没搭理沈青 沈青这次没有在床上老老实实地待着 而是自己从被子里拱了出来 他想要看看薛元凌到底在看什么书 沈青想了想还是爬了起来 他用被子将自己裹住就漏了个脑袋 薛元凌听到动静回头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有一丝的不悦 嫔妃事情不安分点 这是要做什么 沈青有点不好意思 随后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臣妾就是好奇什么书能让皇上看得这么准 随后他乖巧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皇上您接着看吧 臣妾不打扰您 她的语气里带着撒娇 但不算骄作 也没有妖虫 身上皮肤都没有露出来半点 于是薛元凌没生气 回头接着看了起来 此时薛元凌的书正看到点子上 毕竟沈青在薛元凌心头就是个勾人的妖精 真顾上了他可就没心思看书了 索性就先看完了书 再去看沈青吧 沈青安安静静地躲着 等薛元凌看完了书才发现 沈青已经歪着脑袋 快要睡着了 薛元凌瞧着沈青表情 看不出喜怒 真是放肆 道江镇放在一边自己睡着了 被叫来侍寝的沈青 竟然当着皇上的面睡着了 真是放肆 道江镇放在一边自己睡着了 听见这话的沈青 马上说臣妾没有睡着 臣妾等着皇上呢 他努力辩驳着 倒看不出他有多害怕 倒像是对薛元凌很信赖 眼里没有将他当作君王的那份惧怕 皇上您看完书了 薛元凌看他这明显不过的暗示 觉得有点意思 正看完了所以呢 沈青仗红了脸 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 薛元凌倒没觉得不好意思 反而看着沈青 就等着看他怎么回答 薛元凌想起以往事情 都是他配合自己 虽然说配合的还不错 但是这个小妖精 要是主动起来 一定会很不一样吧 他一脸认真的看着沈青 今天换你来吧 说完他就盯着沈青 看他怎么回答 沈青下意识地将被子拉紧了一些 脸上已经不好意思到了极点 他想要往被子里拖 只露出了一个脑袋 然后眼巴巴地看着薛元凌 见薛元凌不说话 都那么盯着自己 沈青只好伸出自己那血白如玉的手臂 就跟在昭华宫里一样 他挪到薛元凌身边满脸羞涩地说的 臣妾不坏 薛元凌的表情有些晦涩不明 嬷嬷没教你 沈青一愣 教了呀 薛元凌的脸上傻破一丝笑意 那就按着嬷嬷娇地伺候着 沈青一阵无语 这个皇上真不是个好玩意 随后他也只能无奈地缓缓起身 毕竟沈青已经事情过两次了 当然这个新鲜他表现得很生涩 可是有时候的生涩也会叫人疯狂 薛元凌又被沈青撩得上头了 薛元凌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沈迷肉愈的人 可自从他遇到沈青之后 真是有些过分沈迷了 他看着面前娇羞欲低的沈青 这不是学得挺好吗 沈青有些不解 皇上你是夸我学习能力强吗 这个皇上正在浴缸里思考人生 他薛元凌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沈迷肉愈的人 可自从遇到沈青之后 他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老色皮 沈青已经事情过三回了 可是每当看到沈青 还是让皇上有一种冲动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其他嫔妃从来没有的 薛元凌感叹自己真是有些过分沉迷 想到这里他的眼神逐渐变了 这次薛元凌没有让沈青伺候过 按说这时沈青就该心理告退了 毕竟除皇后之外 其他嫔妃不能在皇帝的寝宫留宿 皇帝真要留宿就得住到嫔妃宫里去 沈青就等着薛元凌过来 他好心里有人 哪知道薛元凌根本没有出来 而是直接让人将他抬回去 这要是别人看见薛元凌这态度准能吓死 也够莫名其妙的 刚才床上还热情似火的一个人 现在突然就白脸色 沈青有些诧异 这薛元凌怎么这么警觉 薛元凌是个什么脾气 沈青虽然不是很了解 但他好歹也是看过原著的 男主薛元凌规矩重 心思深 看似出了权力什么都不大在意 但他对美色是有自制力的 事实上沈青一开始 面对薛元凌这么沉迷肉欲的时候 他都有些诧异 如今皇上这个反应反而是正常了 看来接下来自己是要放假了 结果皇上接下来 足有一个月都没有照沈青事情 好像彻底把他这个人给忘了一样 后宫里头这谁事情 谁不事情的事 每天有人传 沈青先前隔几天就事情一回 在新入宫的里面也算扎眼 但是这回一个月薛元凌都没有照他事情 原本看着风向 觉得这位沈良人能巴结的 这会儿也都云里雾里 这才三回皇上就腻了 于飞听到这消息也觉得奇怪 皇上已经足足一个月没有照过沈良人了 沈青已经一个月没有被召去事情了 这件事传到于飞这里 可把于飞高兴坏了 沈青他这莫非是做了什么事 惹恼了皇上 文秋在一旁符合道 毕竟沈青是小门小户出身 虽然他那个模样招人 可皇上也不单单就是看容貌的人 于飞也觉得文秋说的有道理 先前他觉得沈青顶着那么一张脸瞧着气人 现在他受到皇帝的冷落于飞心情瞬间好了 自然也就真不把沈青放在心上了 想想先前自己居然将这么个玩意儿看在眼里 真是鬼迷心窍了 皇后那儿听到这消息反而皱了眉头 罢了 皇上的心思谁能猜透 沈良人白掌那一张好看的脸了 真是不中用啊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小风 皇上初一十五都会到凤仪宫就请 这是规矩 可是皇上却很少与皇后行夫妻之事 他想有孩子 可是却始终怀不上 这是皇后的心病 沈青这一失宠 虽然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 但在后宫女人眼里 也没有从前那么招人恨 就连请安都心平契合了不爽 只是这一个月以来 沈青膳食的规格又掉下来了 沈青都懒得吐槽了 什么叫嘴脸 御膳房真是放在明面上了 这天沈青在御花园遇上了一位 与他一道入宫的王美人 这位王美人虽然被封了美人 可模样只能算得上亲历 属于这批进攻中最不打眼的 所谓有对比就有伤害 这位王美人与沈青的容貌一对比 简直就成了伤害 沈青倒是不想尴尬 可通是嫔妃遇上了 还是要打个招呼的 于是两个人打了招呼 但两人都不善于言辞 气氛瞬间就变得尴尬无比 偏偏这时候轩原灵来了 他看着两人面色冰了 你们两个在这做什么 这两个公妃正在嘎聊 偏偏这个时候又碰到了皇上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沈青与王美人连忙给轩原灵请安 轩原灵叫两人平身 王美人起身之后 马上凑上去回皇上的话 臣妾正在御花园里赏花呢 碰巧遇到了沈良人 轩原灵漫不经心地恩了一声 然后他的视线自沈青面上划过 心想一个月不见沈青 他倒显得更加可爱了 此刻沈青的心里也在嘀咕着 自己好不容易过了一个月的安生日子 怎么又在御花园见着轩原灵了 他小心翼翼朝着皇上瞧了一眼 被皇上发现之后 沈青又把头低了下去 他搅着自己的手指模样有些紧张 皇上从沈青身上收回了视线 站在对面的王美人 还以为皇上是在看自己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然后皇上也没喊两人半假 转身就走了 有了这么一个插曲 沈青与王美人相处的就更尴尬了 本来也不熟的两人很快就到了别 沈青回到昭华宫 正好到了晚膳时间 春华苦着一张脸 御膳房那些人真是 咱们今天的晚膳 果然比早上还不如 梁仁宁都饿瘦了 当初他事情之后 轩原灵吩咐人给他送了糕点 御膳房的也就开始巴结沈青 给他送的菜也好了不少 但是这次他连着一个月都没得照去事情 御膳房的饭菜规格一下就降了下来 沈青问自己哪里瘦了 春华苦笑着 梁仁宁的腰瘦了 好像一只手都能握住 听见春华这样说 沈青开始在自己腰上披滑着 真的有这么戏了 就在这时轩原灵走了进来 沈青懵了 这都一个月没照自己事情了 怎么突然就亲自上门了 这狗皇上是想要干什么 春华也是一愣 然后慌乱中连忙给皇上行礼 沈青见状也要行礼 但被轩原灵给制止了 他扶着沈青的胳膊 并把他拉到自己的面前 这个狗皇帝大白天就往后宫跑 宫女春华和沈青被吓出一身冷汗 但沈青只能强装阵营 臣妾不知道今日皇上要来 皇上可用了晚膳了吗 要不要用茶 轩原灵语气淡然 朕已经用过了 此时站在一旁的春华都要急死了 皇上怎么一连着拒绝良人的嗜好呢 良人怎么不赶紧说句话呢 春华也有点手足无措 这时赵海在外面喊着出去 于是屋子里就剩下沈青与轩原灵了 此时轩原灵正在打量着沈青 沈青真的是属于一眼惊艳类型 但是好看归好看 轩原灵之前还真没仔细打量过他 这会儿仔细一打量 他那五官都长得恰到好处 鼻梁坚挺 嘴唇也不薄不过正好 连头发丝都透着美人独有的味道 轩原灵轻声说道 你今日的打扮倒是不错 沈青嘴上说着谢皇上夸见 心想一个月不召见自己 今天来就是为了夸自己打扮的好看 轩原灵索性坐着往后依靠 他随手拿起沈青看的一本书翻了两页 却发觉是医书 他有些诧异 你还看这个 沈青只能实话实说 臣妾的母亲在臣妾小时候身子就不大好 常年靠吃药为吃的 臣妾就想着多看些医书 说不准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治母亲的病 轩原灵随口问了一句治好了没有 沈青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臣妾愚钝 并没有治好母亲的病 轩原灵将那医书放了下来 然后伸手指着沈青说了句过来 沈青像是有些拘束 但还是走到轩原灵面前 谋中也不见一个多月没有见轩原灵的委屈 略微有些欢喜 但也不明显 他抬头又偷偷瞧了轩原灵意 没想到让轩原灵抓了个正招 下午时你偷偷瞧朕也就算了 现在你又偷瞧什么 沈青这会儿才有些惶恐 臣妾是不知道自己何处惹了皇上不开心 所以才偷偷看皇上的 请皇上责罚 这个狗皇帝正在调戏自己的嫔妃 他一脸坏笑的看着沈青 你说说 你是何处惹正不开心了 沈青有些傲慢 臣妾上回事情的时候 定然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臣妾虽然得了摩摩叫唬 可不大精通那些 轩原灵心想自己一个月没照他事情 这小东西 竟然琢磨是自己上回事情没做好 所以才一个月没照他事情 轩原灵几乎想笑了 他恍然觉得自己这一个月 是不是在做蠢事 不就是个女人吗 不就是为他沉迷了一些吗 又能当个什么呢 他依然会语入君瞻 又不是叫沈青读的恩处 难道他怕一个小小的女人迷惑了他 轩原灵长臂一捞 将沈青抱了个满怀 你确实没有精通嬷嬷的教导 上次确实有未做好的地方 你既然知错了 可自己用心学了 沈青小脸通红 臣妾私底下学过 想起自己这副娇柔的模样 私下里可是不知道练过多少次 轩原灵那猴杰上下一滚 给朕瞧瞧你都学了些什么可好 沈青哪里学了什么 可他毕竟是个现代人 有到是没吃过猪肉 他要是真放飞 轩原灵估计能下着 而且他现在毕竟是想让轩原灵 不止走肾 还得走走心的 男人都是一方面 喜欢放得开的女人 一方面又会看不起这样的女人 这一点沈青清楚得很 所以这方面得有个度 轩原灵还是头一回 在昭华公留宿 他与沈青躺在一个床上 沈青虽然累了 但也得伺候轩原灵救济 然后就是大家不喜欢看的了 十分钟之后 沈青把轩原灵安顿好了 然后他就在轩原灵旁边躺下 只见沈青十分自然地挨着轩原灵 脑袋小心翼翼地 凑在轩原灵身边 那手也试探着揪住他一点衣袖 这动作他撒娇的时候就爱做 轩原灵已经见过两回了 他抓住轩原灵的衣袖不放 然后还满脸开心的样子 连睡着了都没有放开 此时的轩原灵心里 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这是一个狗皇帝 他的后宫里美女如云 整个后宫的女人 每天都盼着他的宠幸 公妃们每每瞧见 他都欣喜若狂 只是众人眼中的欣喜 都不如沈青这般纯粹的依恋 好似他就是沈青 在这偌大皇宫里唯一的依靠 其实他也算是沈青唯一的依靠吧 毕竟沈青不像其他 嫔妃那样在家里的地 或者家里家室好 沈青既没有好的家室 在这宫里一个能帮衬他的人都没有 轩原灵本该觉得他有些娇气态苦 但是看他那嘴角弯弯的模样 竟然也没说什么 直到轩原灵睡着 沈青才睁开眼 又想着自己手里的衣袖 轩原灵真的没有睁开 如今他正在一点点的接触试探 等到轩原灵习惯自己之后 他自然就不会觉得 沈青一些出格的举动是放肆了 到时相处也会越来越自然 习惯就是这么可怕的东西 便是帝王也不能免俗 只是沈青没预料到自己睡着之后的反应 他竟然在半夜里和轩原灵抢被子 轩原灵都被他气笑了 真就没有哪个女人敢抢他的被子 然后轩原灵毫不留情地抢了回来 沈青的行为确实是太放肆了 轩原灵本想说叫他两句 哪知道睡着迷迷糊糊的沈青 发现自己很冷 然后就嘟嘟囔囔地往轩原灵怀里钻 轩原灵一愣 甚至太放肆了 黑暗里轩原灵在他身上一开 只见沈青皱了皱眉头 然后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抱抱 那声音真是甜蜜到轩原灵心里去了 这哪里是个嫔妃 这明明就是个夺人心魄的活妖精 弄得轩原灵也不好发火 一想到沈青年纪还小 轩原灵干脆搂着他就这么睡了 心想这次就要他放肆一次了 沈青一觉醒来发现 轩原灵还睡在自己身边 沈青自己都吓了一跳 轩原灵竟然允许他这么放肆 他对自己的态度好了很多 有了这次妥协便是有了不同 有了不同才能让轩原灵印象加深 没想到他这头一回流速 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个笨手笨脚的嫔妃 正在给皇帝穿巢服 轩原灵看着沈青给他整理巢服的样子 差点笑出来 他这模样就该叫别人伺候的才是 伺候别人这活真不大适合他来干 这是皇上注意到这昭华宫里 怎么有些空荡吗 貌似伺候沈青的吓人狠手 随后他丢下一句证据上早朝 你好好休息吧 皇上一走沈青终于撑不住了 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着 早上我不吃了 我要去睡个回笼觉 除了昭华宫的轩原灵问赵海 昭华宫为什么只有一个 伺候沈青的宫女 赵海赶忙回话 原本是有两个宫女的 但是不知怎么走了一个 轩原灵瞧了赵海一 你们那务府倒是越来越会办事了 宫中嫔妃身边的人 不期尽也不想着补上 听到这话的赵海一惊 奴才这就吩咐下去 可是轩原灵却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现在就去 那意思就是要他赵海本人 现在马上去办 赵海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惊出一身冷汗 心说这位沈良人真是绝了呀 之前赵海觉得沈青可能是要得宠 可是这后宫女子嘛 得宠也不过是一批换一批 他沈良人长了一张漂亮的脸 能让皇上记住 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可如今皇上竟然还能注意到 他身边伺候的人缺了一个 还让他马上去捕 这位沈良人不一般的 赵海心里掂量着 往后见了这位沈良人面上 得客气一些了 想到这里的赵海 带着小太监 朝着内务府的方向往去 咱亲自给沈良人挑人去 身旁的小太监一领的惊讶 干爹 这至于还让您亲自去吗 赵海则是说着 不但要给他补一个 还要再给他多添一个呢 结果就是沈青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身边多了两个人 这回宫女春华可开心了 良人宁补教的时候 内务府送来一个宫女 他们还给您添了个小太监 穿越成贵人的沈青日子 终于好起来了 原本按照良人的标准 沈青是没有管事太监用的 如果用了也不合规矩 但大太监赵海说了 沈青的昭华宫位置偏远 可以破例添一个 负责打扫卫生的洒扫太监 但春华看得出来 这个名义上的撒扫太监 可不简单 瞧他那只进退的模样 应该是个管事的太监 内务府哪敢擅自违规调度 这一定都是皇上给良人安排的 皇上可真是够疼爱良人的 沈青听到这话一阵无语 瞧你高兴的跟过年了似的 带我出去瞧瞧他们吧 两人见到沈青 纷纷给沈青请安 奴婢是方月 往后便在昭华宫 伺候良人主子了 那太监也冲着沈青行礼 母菜小犬子 给良人主子请安 此时春华的脸上都是喜色 不说这内务府派过来的公寓 就说这个太监 按着良人的位分 那是不会有的 先前这昭华宫里 当活累活 都要他自己动手 不要说他了 就连沈青有识 都要跟着一起忙活 现在终于能有两个人 帮自己分担了 沈青也不小钱 人多了他也高兴 他向来觉得给钱最靠谱 于是他给三人包了个红包 春华的那份最多 其余两人都是一样的 方月与小犬子没想到 刚来就能见着红包 两人顿时觉得 自己跟着这个组子很有钱 沈青瞧着他们也很美 这两个人一看 就是精心挑选的 看来轩原林确实会疼人 但是自古多情是帝王 沈青心想自己 还是只求安稳 可不能陷进去 这天方运去拿午膳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消息 终于宫的人 去御膳房传话说 于飞娘娘有孕了 吩咐御膳房送吃的东西 时注意些 然后整个后宫上下 就都知道了于飞有孕的消息了 沈青不得不佩服于飞是真厉害 不说他手段高不高明 就这生孩子的技能 也是没谁了 他现在身边 已经有一儿一女傍身了 可如今竟然又怀上了 穿越到后宫的沈青 终于吃上四个台 得了皇上赏赐的 他出手很是扩充 自己发达了 怎么还能让自己的宫女受去 他甩手就给他的小跟班们 发了几包银子 春华的那份依然是最大的 另外两人对此 并没有感到不平衡 毕竟春华 是跟着沈青的老人 几人拿着钱袋子 笑得合不容索 跟在这样的主子身边 还是很有判断的 用完午膳的沈青悠闲的品质茶 话说于飞娘娘怀孕 对自己真是件好事 想必于飞保胎这段时间 应该就不会折腾自己了 沈青一边想着一边 赞叹于飞这生孩子的技能 已是没谁了 春华知道沈青在于飞那 受够一句 现在同样受到皇上重信的两人 只有于飞怀孕了 想必沈青心里肯定不好受吧 于是他连忙好言安慰沈青 两人往后自然也会有孩子的 沈青知道他的用力 于飞娘娘怀孕 对大家来说是喜事 他这一有孕 不就不会出来霍霍人了吗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可他沈青现在如果有孕 那可就不是什么喜事了 这一点沈青脑子里清楚得很 突然沈青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记得原住里 于飞只有现在这一对龙凤胎啊 难道他这个孩子生不下来吗 想到于飞屡次为难自己 自己倒是没有必要去做圣母 提醒他什么 不过最近自己要小心一点 可别倒霉孕招惹了他 于是他吩咐自己手下的三个小跟班 于飞娘娘怀孕身体金贵 你们可不许往他宫里头 见到终于宫的人 更要躲得远一些 小心冲撞了于飞娘娘惹火上身 几人连忙把沈青的话记载了心里 几天之后 到了给皇后请安的日子了 沈青以为自己 还会受到于飞的刁难 没想到于飞声称自己要养胎 根本就没来 沈青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可他没想到这回自己 又被另一个人给盯上了 那就是上次在御花园里偶遇的王美 从他的眼神里 沈青就感觉到了满满的恶意 一个人长得漂亮 本没有什么痛 但是在后宫里长得漂亮 可就危险了 当初王美人与沈青在御花园里 一同撞见了轩缘灵 本来这次偶遇并没什么稀奇的 可偏偏在当晚轩缘灵 就去找了沈青 第二天皇上还破格给沈青赏了下人 这让王美人心里很不适自慰 尤其一想到沈青那容貌心理就更生气了 这不明摆着是皇上 在他与沈青之间选择沈青了吗 而且还是毫不犹豫的就选了沈青 原本他并没有将沈青的美貌放在心上 可这一对比就让他彻底记恨上了 沈青心想自己命太苦了 自己这无缘无故的就又多了一个仇人 转念一想这些什么美人的在原著里都没有戏份 想必和自己一样都是属于炮灰以来的 与其在这和他们生气 还不如早点回宫休息 从凤一宫出来的沈青大不留心的往自己宫里溜 但这时他听见自己身后有人在喊自己 沈青不用回头都知道是谁 他无奈的叹了口气 有些是真不是自己想躲就能躲得过去的 只见那位王美人与另外两个嫔妃阴沉着脸追了上来 都当面遇上了 沈青也只能打招呼了 给诸位姐姐请安 沈青知道这几个人肯定没安好心 果然李美人率先开口了 我往日见沈良人都不过匆匆一年 今日一瞧沈良人真是美得如同 他这挑拨的也够明显的 王美人一听到这话果然脸色就不好了 毕竟他与沈青站在一起 当真是有对比就有伤害 这不就是想让他回想起于花园的事吗 难道沈青是因为他的衬托才被皇帝看中吗 沈青微微一笑 于妃味粉高势力大 他沈青在于妃面前只能装孙子 但面前这几位都是刚入宫还不成气候的 沈青就不必刻意装孙子了 大家都是皇帝的女人 只不过是只有他得了皇上的赏吗 沈青慢悠悠说着 姐姐您过誉了 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 差别不大的 他这话说的心平气和 道不好叫人往下接了 否则就针对的有点太明显了 王美人总不至于没有缘由乱发男 他心里不好受也就不好受了 沈青接着漫不经心的说着 诸位姐姐就慢慢逛吧 妹妹我就先回昭华宫了 沈青说完这些就转身离去了 这可把这几位美人给气坏了 他沈青真觉得试过几次情 就能目中无人了 一个人长得漂亮还有什么错 但在眼前这几个女人的眼里长得漂亮的沈青 就是眼中丁肉中刺 方贵人看着沈青的背影满脸的不屑 他是新入宫里头最有分量的人 方贵人父亲也是将军 在朝堂也很有话语权 这让他本身就自带嚣张跋扈的资本 不过他没有于妃那么张扬 他与李美人王美人住得近 瞧着沈青走远李美人才说 位分还没上去 倒仿佛与咱们平起平坐了一样 王美人一贯不大说话 此刻听了也就低了头 方贵人笑了笑 不过就是虚张声势罢了 就凭他那家是怕事有孕才能生位分了 另外两人一听马上露出一副羡美的笑容 说到家是方姐姐 可是我们这一批里面最好的了 方姐姐肯定是位分生的最快的 身旁李美人与王美人都心有所感 方贵人则是眯了眯眼睛 这些都是没影的事了 咱们就别说了 回了昭华宫的沈青 本想着能安稳的过一天 他拿着医书正在认真研究着 可没想到轩原灵自己来了 他这次来得很早 甚至连晚膳都还没吃就来了 沈青一看轩原灵来眼睛都亮了 他把医书往旁边 一丢就朝着轩原灵冲过去了 轩原灵心想着沈青就这么喜欢自己过来 没想到沈青下一秒 就直接问他又没有晚膳 在他眼里皇上来了 就等于晚膳来了 刚好自己饿了 皇上来了自己就能吃点好的了 轩原灵脸一抽 这沈青话里话外都是在膳食上 难道自己还比不上一口吃的 轩原灵在沈青的眼神里就看到了答案 他假装略微生气的样子问道 这公里是短了你吃喝了不成 沈青有点不好意思 臣妾每日用的哪有皇上用的好 说完沈青才意识到 自己怎么把心里话给说出来 于是他连忙狡辩 臣妾的意思是既想着皇上 又盼着膳食 他依偎在轩原灵怀里 毕竟臣妾唯有第一次事情时 和皇上用过膳 臣妾每次想起来都十分的怀念 沈青的样子 就像是在和轩原灵说什么秘密一样 轩原灵愣是看笑了 他伸手轻扶着沈青的脸蛋 今晚正便圆了你的面相 这个狗皇上又在大白天就往后宫跑了 但在沈青的眼里 皇上来了就等于菜来了 一般来说良人吃的菜都是固定的 但是皇帝来了就不一样了 皇帝可不能跟着良人吃这些普通的晚膳 御膳房要按着皇帝的食谱来准备 于是沈青就见到自己吃饭的小桌子上 摆满了好吃的 这可不是简单的夜宵 皇上的晚膳可要比夜宵看着华丽多了 沈青入宫当良人以来吃的饭菜 总是时好时坏的 如今这顿可以说是他进宫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 于是他是真打算好好吃一顿 可是看着桌子上的胡萝卜沈青尬住 因为他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菜 但是在皇上面前要矜持一些 此时他的内心是无比纠结的 一个光圈小人跳出来说 你快吃啊 在皇上面前就算不喜欢也要吃下去 要装矜持啊 另一个盼你小人不干了 装什么装啊 上次事情你在轩辕林宫里吃夜宵都没吃进行 这次必须要抓住机会好好大吃一顿 光圈小人则是一脸的委屈样子 尽性重要还是争宠重要啊 在这吃人的后宫想要活下来就要装啊 原本沈青是打算要装的 但他思索一番之后 弹废了光圈小人 今日不同往日 之前沈青吃夜宵的时候都是老老实实的 可是现如今沈青的打算毕竟与那时候不一样了 而且随着与轩辕林的相处 他觉察出来了 轩辕林这人可能不大喜欢太老实了 这宫里的嫔妃们 不管是娇艳温婉或者是可爱的 但他们都是千篇一律的顺服皇上 他沈青先前吸引皇上的是美色 那么是什么让轩辕林突然注意到沈青 并开始关心他身边就一个宫女 又吩咐赵海给他送宫女呢 室内玩沈青的小放肆 是略微一点不过分的小放肆 惦记上 可见轩辕林这人不太喜欢老实的 而现在自己巩固小放肆形象的时机终于到了 这个沈良人又开始作妖了 他想要在皇上面前巩固一下自己的小个性 因为沈青觉得真没必要太收敛了 至少吃食上他可以表现自己的喜恶 见沈青迟迟没有动筷子轩辕林 就冲着他看了过来 他看到沈青那小表情正在不断地闪烁 轩辕林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怎么不吃啊 沈青心想着轩辕林绝对是在明知不问 这狗皇帝心眼真坏 于是沈青有点嫌弃地看了胡萝卜一眼 不爱吃这个胡萝卜 然后他又把目光投向旁边的一道交织茄子上 轩辕林心想着后宫的女人 哪个敢在正面前表现出这份模样 这倒是新鲜 然后沈青就眼睁睁看着轩辕林 加了一块胡萝卜 放在了他碗里 沈青在内心大骂这个狗皇上一定是故意的 只见沈青摆出一张不开心的脸 皇上 臣妾不喜欢吃 然后他就这么眼巴巴瞅着 轩辕林不过是看他不乐意吃胡萝卜 轩辕林憋着让自己不笑出来说道 可正是皇帝 郑家的东西你能不吃 沈青当然要吃了 只见沈青一脸委屈的样子 像是一个被欺负的孩子一样 然后他把胡萝卜放进嘴里痛苦地吃了下去 轩辕林在一旁看着 本来他只是想要作弄沈青一下 可看他这反应着实是可怜又可爱 于是轩辕林恢复了往常的语气 正今日逗你呢 下一刻沈青的碗里就多了个焦枝茄子 沈青刚刚都要憋屈酷了的脸一下就笑了 轩辕林见沈青那小脸蛋一扫憋屈 心说他还真是个娇宝宝 吃个东西也至于这样高兴 看来是真不喜欢吃胡萝卜 轩辕林大发慈悲 没再给他加胡萝卜 而是告诉沈青往后爱吃的就吃 不爱吃的就不用吃 有的是旁的东西 倒不差这一口 主要是他这被强迫吃胡萝卜的表情 也着实有点可怜 这个吃了疯狗对儿一样的女人 皇上给他加菜 他竟然敢说不喜欢吃 不过于膳房那边明知道 轩辕林来了沈青这里 却还是上了胡萝卜 可见那边也不知道沈青不喜欢吃胡萝卜 毕竟一个良人的喜好并不会有人注意的 而沈青碰到不喜欢的菜 也顶多是挑出来不吃 以他的身份 是不可能过去御膳房那边吩咐什么的 说来他也没资格吩咐御膳房做事 想到这里的轩辕林也没说什么 两人吃完之后又摆上了茶水 沈青则是吃饱喝足美滋滋 两人边喝茶边闲聊 轩辕林看着沈青宫里的香炉 你这宫里的香倒是够清淡的 沈青放下手中的茶杯 然后轻轻聊起自己的秀法 天气渐热 臣妾便把宫里的香换成清淡一些的了 轩辕林看着沈青娇贵的样子笑 等天再热一些 我就让内务府给你送些冰来 沈青连忙说谢谢皇上 因为冰在古代的夏天 那可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然后轩辕林偷到沈青身边 顺斗圆了你的念想了 你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 沈青心想这个狗皇上 还真是不做亏本的买卖啊 刚赏赐了御膳 这就提要求了 他不由的向后退了一步 臣妾和皇上还没有沐浴 可是不等他反应过来 轩辕林已经一把将他抓了过去 他一脸坏笑的看着怀里的沈青 正同你一起沐浴 说着轩辕林已经将沈青抱起来 走向了卧房 沈青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整懵了 心想现在的轩辕林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然后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看的片段了 但是如果有人想看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妖精打架的事 对如今的沈青和轩辕林来说 早就驾青就熟了 几分钟之后 瞅着天气越来越热 刚运动完就算是洗了澡 也还是觉得热 身边的轩辕林还跟他大暖无似的 轩辕林前次还感受到了依恋的感觉 这回就看到沈青离他远远的 然后还好像一脸享受的样子 轩辕林气得咬牙切齿 沈青你是在嫌弃镇吗 这个吃了疯狗根的女人 竟然敢嫌弃皇上 轩辕林气得咬牙切齿 沈青你是在嫌弃镇吗 沈青听到皇上的话 非常不好意思的笑了 怎么会呢 臣妾只是太热了 轩辕林看着沈青痛苦的脸 但觉得他应该没有说话 他有些无奈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叹了一口气 感情前些天那模样是装的 热点就嫌弃他了 心烦意乱的轩辕林 翻身想要抱住沈青 却发现自己身边空空的 这种扑空的感觉很不好 轩辕林气得大喊着 沈青你胆子大了 竟然敢嫌弃起阵来了 而沈青却完全不怕他的恐吓 他露出一个可爱的笑脸 臣妾真的热 轩辕林见恐吓没有效果只能致取 他伸手在自己面前 方才热是因为雨雨干过 这回早就已经不热了 不信你摸摸我的手 沈青将信将疑地试探着摸了过去 还没等他试探出结果 轩辕林已经一把 将他的手腕给抓住了 下一秒就将沈青扯到自己怀里了 他死死地揽住了沈青的腰 睡吧 要给你的兵一定不会少的 轩辕林心想送兵 也不是单单为了体训 以后沈青的功力 他是要常来的 沈青听到皇上 要给自己送兵笑 本来自己还想着去内务府 是银子买的 现在看来省钱了呀 他连忙说谢谢皇上 这把轩辕林给气笑了 看你那个德行 这得了好处就没开眼笑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这个做皇帝的养不起自己的女人 连个兵都使不上 另一边的庆云宫女 宫女正在向王美人报告着 美人我打听到了 皇上今晚又些在沈良人宫里了 王美人听到这话 被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贱人害得皇上 眼里没有我也就算了 现在还没完没了地勾引皇上 有火没处发的王美人 一把拉过自己的宫女 他用指尖狠狠地掐着小宫女的胳膊 你个废物奴婢 让你打听的消息 竟然这么晚才回来 小宫女一脸都委屈 那昭华宫离咱们这太远了 对此小宫女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个王美人每次心情不好 都会拿她来撒起 他心说得想个办法 让王美人心情好躲 要不然自己早晚又被掐死 他忍着疼对王美人说道 奴婢有个法子 能让沈良人吃亏 王美人一听就来了兴趣 是什么办法说来听听 小宫女连忙复到王美人的耳边轻声说 沈良人定然不敢开罪御膳房 咱们往他的饭菜里放点料 量他也不敢声张 王美人早就对沈青恨之入骨了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 就正合他意 当下决定就按照小宫女的意思去办 其实当皇上 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一到了晚上 就得在后宫里做牛做马 就算是再累第二天 也依然是要上早朝了 沈青迷迷等等的起来 伺候轩元凌穿朝服 将轩元凌送走之后 他又回去指教去了 刚出了昭华宫的轩元凌 就对赵海说道 沈良人他年岁小挑食 你叫一扇房瞧着些 赵海听完真是觉得稀奇了 想想昨日的晚 沈良人不就不爱吃一口胡萝卜吗 皇上今日就吩咐上了 但他这边可不敢怠门 于是赵海连忙让小夏子 去一扇房传话去 沈青这边刚睡了个回笼叫起来 就听见外面说 预扇房的尚德喜公共买裙件 沈青和春华都是一脸懵 预扇房的宋扇公共 怎么亲自过来了 尚德喜一瞧见沈青 脸上就马上堆起了笑 请良人安了 沈青赶忙到 公共这可就是折杀我了 我这品级哪用得着公共给我请安 尚德喜听到这句话 也很是受用 毕竟这可是事实 良人这品级确实低了些 尚德喜索性也就开门见山了 今日小夏子传话 说是良人年岁小挑食 让预扇房瞧着些 从前也是奴才们怠慢了 今日正式来询问良人有什么喜好 还有若是有不吃的往后 绝不会放到良人面前 沈青都愣了一下 他紧接着满脸的不好意 这点小事皇上怎么还特意吩咐 沈青给春花使了个眼色 又对尚德喜说 实在不好意思了尚公公 我下来不吃胡萝卜 昨日与皇上一起运山不巧 被皇上瞧见了 哪知道他还特意叮嘱你们 说着沈青掏出一个大荷包 亲自塞在了尚德喜的怀里 真是劳烦公共走这一趟了 尚德喜手里一颠 然后是他也不由沉默了一下 这银子给的可是不少 原本尚德喜 还以为是沈青借着得宠 就给御膳房下马威 他这么找过来 就是要试探试探 亲自看了之后 才知道这沈良人性体温顺的 这么说 真是皇上瞧见他挑食就下了风 连沈良人都不知道 这沈良人又得宠又会做人 日后可就要高升了 心想着往后 这膳食可要注意些了 等到武膳昭华公的膳食 那可就都是按着好的来了 只是没想到这部讲究还没什么 这一讲究还反倒出事了 本来沈青看着丰盛的午膳很开心 满桌子都是他爱吃的 而且看着就特别的精致 沈青先是尝了一口面甜的汤 结果刚到嘴里就一口全喷出来了 春华与方韵都吓了一跳 良人你这是怎么了 沈青捂着嘴满脸的痛苦 给我倒杯水 我要束束口 两个宫女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好连忙伺候着沈青束口 良人怎么无缘无故的吐了 您不会是有身孕了吧 穿越到后宫 当良人的沈青遭遇了暗算 御膳房的汤沈青只喝了一口 就全喷出来了 春华与方韵都吓了一跳 良人你这是怎么了 沈青捂着嘴满脸的痛苦 给我倒杯水 来我要束束口 两个宫女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好连忙伺候着沈青束口 良人怎么无缘无故的吐了 您不是有身孕了吧 说着春华就要去请太医 沈青连忙拉住了想要冲出去的春华 你快回来 我不是怀孕了 是这个汤太咸了 沈青怎么可能怀孕 她自己制作的婢子单可不是白吃的 听到沈青不是怀孕的春华一阵失望 本以为是好事来了呢 转头一想这汤这么闲春华就生气 这御膳房早上才来是好 良人您还赏了他们呢 他们竟敢午膳就送来闲汤 方韵连忙让春华别说了 毕竟良人都还没发话呢 沈青皱了皱眉头 他对春华与方韵二人摆了摆手 冷静一些 御膳房不会做这种准事的 听到这话的春华与方韵面面相聚 那就是有人故意给良人下凉 这下方韵也慌了 今天敢下言明天就敢下药 良人我们要不要汇报给皇上 沈青略微思索了一番 为了这点小事惊动皇上不值得 况且我已经猜到是谁干的 于是沈青让两人把午膳送回去 还吩咐两人其他的话 什么也别说 御膳房的人聪明的呢 他们自然会处理的 春华按沈青吩咐的 把菜又给御膳房送了回去 这让御膳房的大厨蒙了 饭菜全数送回 这个沈良人故意跟咱们御膳房过不去 尚德喜觉得沈良人不大会故意找茬 上午他亲自去见过沈青 那个女人可不是一个会没事找事的人 大厨拿出一根银针 难道是这菜品的问题 可是通过银针测试并没有被下毒 然后两人开始亲自是吃 每一道送回来的饭菜 没想到尚德喜刚刚喝了一口汤 就裙喷出来了 此时他脸都变了色 这也太险了 今日这扇是谁做的 都经了谁的手 御膳房的饭菜里 竟然被人动了手脚 大厨子一听到这话脸色就变了 这汤水都是他亲自熬制的 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眼 这御膳房今早得了消息 要照顾沈良人饮食 更不可能将这种东西往他边前送 这碗能嫌死人的汤 要不就是有人针对御膳房 要不就是有人看不惯 沈良人得重拾的恶心手段 真要是冲着御膳房来的 不会将目标放在沈良人身上 所以这八成是公里 哪位瞧着沈良人不顺眼了 手伸到御膳房来了 想到这里的尚德喜大怒道 接而是下了盐 回头里头若是放的毒药 那咱们御膳房可就是等着陪葬了 看似是一道咸汤 但换个角度那事可就大了 随后御膳房连忙重新做了一份午膳 给沈良送了过去 沈良人是含笑收下的 而且并没有说什么 大厨总算松了一口气 至少沈良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皇上 在尚德喜的严查之下 很快就有了眉目 御膳房里来来去去的就那么几个人 原本这里就是重要的所在 所以查起来并不困难 最终他们锁定了一个人 王美人院里有个宫女叫丁香 今日他来娶王美人吃食的时候 逗留过一会儿 后来走的时候 他的神情略显慌张 只是当时没有人在意 现在想起来十分的渴 御膳房的人查出来 这果然是后宫里头 惯用的恶心人伎俩 尚德喜听了都不信 有本事自己找皇上争宠去 使用这下三滥的手段 是恶心谁呢 区区一个美人 竟然把手伸到御膳房来了 既然敢害我们 那以后他也不必吃好饭 王美人这一招 可是将御膳房的得罪干净了 大厨此时也是心有余悸 幸亏沈良人那边 给咱们御膳房留了面子 否则这是要是惊动了皇上 我们御膳房少不了 落下个看管不严的罪名 尚德喜略微思索了片刻 这个人情是咱御膳房欠了他的 稍后我会亲自去向他道谢 咱得认了这个人情 大厨听完尚德喜的话之后 也主动要求自己 来制作用来道谢的点心 毕竟饭菜被别人动了手脚 他当大厨的有很大的责任 御膳房的主管太监 竟然会亲自来给一个良人赔罪 尚德喜提着点心来到了昭华宫 奴才手下的人不懂事 让良人没吃好午膳 奴才一定会好好收拾他们的 这点给您赔罪的点心 还请良人您一定要收下 沈青怎么能不懂尚德喜是什么用 这不是就来感谢自己 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皇上吗 两人寒暄了一阵尚德喜才倒退 沈青心想这回王美人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 王美人鬼迷心翘下了这么一回手 他由于做贼心虚 竟是连着几天避命不出 他的宫女像往常一样去御膳房取餐 明明他是早早的就去了 可御膳房还是拿出一些残羹剩菜 还告诉他只有这些了 一次还说的过去 可是天天都这样就不正常了 这分明是御膳房发现自己动手脚了 然后帮着沈青再折腾王美人呢 于是宫女提议王美人 给御膳房用点银子打点一下 气急败坏的王美人将盘子打翻在地 这宫中哪里不需要打点银子 我先前带进宫的银子早都赏出去了 如今他无宠无赏了 哪里还有钱来买通玉膳房 原本以为皇上能是请赏些东西周准一下 没想到还被那沈青给截胡了 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 这时王美人的猪队有宫女 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美人 您不如去拜见于妃娘娘吧 王美人一愣 拜见于妃 宫女丁香见王美人不懂继续说道 咱们的庆云公主是如妃 可如妃娘娘向来不得宠 美人您不如转头到于妃娘娘来 现在于妃娘娘有孕在身不能世紧 想必她也需要人来雇宠 然后王美人就听信了猪队有丁香的话 第二天她就带着丁香去了于妃的公务 可这一切都被如妃身边的太监看在眼里 小太监马上就找到了如妃 禀告娘娘 刚刚王美人带着宫女去了于妃的宫里 想必是去向于妃是好去了 她竟然越过公主您投靠其他宫妃 这分明是打娘娘您的脸了 这个如妃表面上看着温柔和人 实际却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只见如妃听完面上依然带着微笑 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生气 王美人年轻 想要恩宠极为正常 突然如妃叹了口气 可于妃那样霸道 怎么容得下她的分宠之心 王美人啊 少不得要挨一顿责罚了 小太监一边给如妃敲着肩膀一边说着 娘娘您心太善良了 现在还想着可怜王美人呢 如妃轻轻放下了手中正在绣的花 毕竟她王美人是我宫里的人 但是她既然敢打本宫的脸 那本宫也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 此时的如妃面色逐渐变得阴暗起来 先前在平娘房里搜出来的那个东西 在大皇子生辰宴会的时候 你把她吓到王美人酒杯里去 小太监一愣 此举若是扰了大皇子寿宴怎么办 如妃用手轻轻敲了敲小太监的脑袋 到时候你把她引到巡逻的侍卫那边去 怎么可能会扰到寿宴呢 她不是想要恩宠吗 本宫倒要瞧瞧 她有多盼着男人的宠爱 很快大皇子的生日就到了 大皇子虽然不占个嫡子 但占着一个长子 而且大皇子是唯一一个入了上书房的皇子 如今可尊贵着呢 所以各宫的嫔妃们纷纷都起来祝贺 连轩元凌这个做父皇的 也要到场为这孩子庆盛 当然开斥之前轩元凌要讲两句 他满脸笑意地看着自己的爱妃们 大皇子尚且年幼 恐其受不住那么大的福气 今日的生日宴 大家就当做家宴一般 无需多礼 大家都做吧 沈青也是头一回见到大皇子 只有六岁的年纪 却看着已经跟个小大人似的 他就跟着生母顺平旁边 沈青看了两眼 觉得这孩子眉眼不像轩元凌 鼻子跟嘴巴倒有点像 就因为这个他打亮好几眼 沈青依然在最底下的位置 总之就是按着生辰宴的规矩 沈青没啥戏份 他纯粹是看热闹来了 等热闹过了就开吃了 虽说宴会上的东西一般 但沈青不是没事做梦 无聊还能干啥 吃东西打发时间呀 轩元凌无意扫了一眼沈青 就看见他嘴里吃着黄瓜丝 取决一会儿大约 是觉得自己盯着一个吃不大好 然后又去瞅瞅旁边的人 最后换了一个接着吃 轩元凌心想这丫头 大概是在嫌弃这饭时不好吃吧 这个吃了疯狗干的王美人 他竟敢在大皇子的生日宴会上耍酒疯 轩元凌举杯和身旁的皇妃 喝了几杯酒 周围嫔妃自然都得陪着 沈青从前就不喜欢酒味 换了个身体也没变化 他在众人举杯的时候 不过装个样子 而此时同样在下面吃席的王美人 似乎是已经喝多了 他嘴里叙叨叨地说着 真是倒霉 为什么被罚的是我 我只是想要宠爱而已啊 这时轩元凌看了一眼 明显有些喝醉的王美人 并没有说什么 心想他只是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贪杯了而已 而王美人看着皇上嘴里 说着胡话 皇上可真是天人之子 他身旁的宫女 见王美人的酒都喝空了 就又给他续了一会儿 但没人注意到这壶酒 是如非给王美人安排的 此时已经喝高了的王美人 竟然拿起酒瓶就馅了下去 一瓶烈酒下都外加酒里 还有猛料 王美人此时已经彻底上头了 他此时面色红得吓人 嘴里还喊着皇上我好热啊 说着说着 他还伸手去摸自己的衣服 似乎是想要当场 给皇上表演个节目一样 幸亏酒精猛烈 让王美人昏睡过去了 否则王美人不知会闯出多大的祸事 等吃喝差不多的众人也就散了 这种有大日子的时候 但凡是皇后主持 轩元凌是要给皇后面子 也就是他得去皇后宫里邂认 沈青没多想 就跟着提灯宫女回昭华宫 王美人也跟着一直昏睡到了宴会结束 这时一名宫女健壮 去把王美人给喊醒了 然后宫女搀扶着王美人 朝着他的寝宫走去 路上王美人晃晃悠悠的嘴里 还不断喊着皇上 而沈青却一直注意着王美人的情况 心想真是古怪 王美人喝个酒 怎么能热成这样 好巧不巧的王美人 遇到了坐着玉年 往皇后宫里去的轩元凌 这让王美人顿时就双眼放光 那表情像是恶狼看见了小绵羊 他嘴里大喊着皇上就要冲过去 这可把他身旁的宫女给吓坏了 美人你不能去 今日皇上是要去皇后宫里留宿的 你这样不合规矩啊 而王美人此时已经像一头脱缰的野马一样 朝着皇上冲了过去 嘴里还大喊着我现在就要皇上 接着就发生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 让站在一旁看戏的沈青都惊呆了 身为皇上的轩元凌做梦 都想不到自己竟然会被别人飞离 原本王美人这边也有提灯的宫女 引导王美人回宫 没想到行至半路 王美人正撞见了轩元凌的御驾 王美人此刻心里想的都是轩元凌 满脑子都想要皇帝的宠幸 在瞧见轩元凌之后 他再也忍不住了 随后他掉了个头 便往轩元凌跟前走 沈青在这时原本是该回宫的 但出于好奇心 他太想吃这个大瓜了 心想吃皇上的瓜 不会被杀头吧 自己还是躲得隐秘一点 而给王美人引路的提灯宫女 也在这时悄悄地溜了 听见喊声的轩元凌 瞧着王美人皱了眉睹 因为他就宠幸过王美人一回 所以他一时倒想不起来 这人是谁了 再加上王美人长得还不出挑 轩元凌正打算懂人 心想犯不着 为了一个女人妖宠就发谎 却突然听见王美人 又喊了一声皇上 这一声可谓白准千回 浪得都没编了 周围的奴才听到之后 更是一个个的 把头都递了下去 此刻轩元凌的脸都黑了 怎么的 这个王美人 不是个正经人家的姑娘 他轩元凌是好美色 平息而论 他自然也喜欢女人娇媚 可娇媚不是放荡啊 这王美人一嗓子 真是让轩元凌恶心到 他朝着王美人 喊了一声退下 若是平时轩元凌这一句话 王美人也该吓这么来 可这会儿王美人 让人吓了药又借了点酒 再加上这些日子 确实憋屈 看着自己日思夜想的皇帝 就在眼前 王美人一时间 竟然没害怕 反而是站起来了 赵海都没想到 这王美人能有这么大的难 可毕竟他是皇上的女人 妖宠这种侍儿皇上 不发话 他们不好拦着呀 于是王美人没费力 就走到了轩元凌面前 但轩元凌瞧着王美人就不行 他如今是要往皇后宫中去 后宫哪来这样的蠢人 连皇后的胡都要剪 是当皇后是死的 还是觉得 他太好色是个人都行 轩元凌一声退下 却见王美人不为不动 他开口就要喊人将他拖下去 结果还没等他喊出来 就看见王美人 一把朝着自己扑了过来 更过分的是这王美人 还伸手就去拽自己的腰带 身为皇上的轩元凌做梦 都没想到自己会被飞离 看见王美人飞扑到轩元凌的身上 周围太监一下子都愣住了 他们这辈子也没见过这阵争 别说太监了 就连轩元凌这辈子 也没遇上过这么放肆的女人 心想自己这是让人霸王硬上功了 轩元凌的脸都黑成锅底了 他二话不说一巴掌 就把王美人给扇出去了 皇家子弟便是不经武艺 但为了强身健体也会锻炼的 他这一巴掌 直接将王美人扇出去老远 赵海一看情况不对连忙大喊 都是死的吗 快呼架 这会儿 他也顾不上怎么会有嫔妃敢做这种事 他冷汗都下来了 周围一群人也吓得跪了一地 轩元凌瞧自己一惊 还真让王美人混乱中扒拉开了 他还能想到方才 若不是自己那一巴掌扇的吉时 只怕这王美人还真就贴上来了 想到自己曾经重信过这样一个女人 可将轩元凌给恶性坏了 在这护卫森严的皇宫里 他这个当皇帝的 还能叫一个嫔妃当面妃李了 这说出去谁敢信 他又不是大街上走的黄花大闺女 这时候丁香来寻找王美人来了 瞧见这一幕的他 吓得六神无主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了 皇上饶命 美人是醉酒才试了分寸 请皇上饶命啊 轩元凌冷声道 那就好好给他惺惺酒了 说着他瞪了赵海一眼 随后说了句回前员宫 赵海赶忙指挥着人 将轩元凌往前员宫送 躲在暗处的沈卿都惊呆了 真没想到今晚自己能吃到这么大的花 今晚的生辰宴会参加的真是太值了 此时的皇后还在奉仪宫等的轩元凌呢 他这平时皇帝也不来 好不容易来一次 他肯定要好好准备的 结果现在传来消息说皇帝不来了 皇后满脸的不相信 皇帝素来不会做这种打皇后脸的事 于是皇后立刻派人去打听 在听到王美人的事之后 皇后差点被气傻了 他史无前例地摔碎了手中的茶饭 这个贱人 上赶着争宠的事在这后宫道不算稀奇 可这明目张胆去截皇后胡的还真没见过 关键是胡没截好 还把皇帝惹怒了 这皇帝不来奉仪宫 已经不是不给皇后面子这么简单 这是怪他没管好后宫这些女人 皇后轻轻呼出一口气 说能忍但审不能忍 这王美人不懂规矩 今知你去找个人 好好教教他什么叫做规矩 身为皇帝的轩元凌做梦 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袁非 早知他第二天也还觉得这件事 就像是个梦一样 大太监向轩元凌秉告着昨天的情况 今天早上 如飞去向皇后娘娘解释这件事 结果皇后娘娘大发雷霆 如飞说王美人不仅仅是对皇上做出这件事 他私下里还经常抱怨皇上不经常来庆云宫 所以才让他做出这样的事 听到这里的皇后再也忍不住 他手中的水杯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 怎么会有如此不知廉耻之人 本宫看他不是醉酒误事 使得了失心疯 把这个王美人给我挪出庆云宫 寻个安静地方养病去吧 另一边大太监接着向皇上汇报着 这事奴才查过了 这王美人先前为了争宠找过于飞娘娘 并被于飞娘娘责罚过 当晚他碰到御驾则是意外 轩元凌面色阴沉地看着赵海 你倒是懂得什么该查什么不该查 皇后既然让人养病那就养着吧 宫里还不至于养不起一个笔语 轩元凌心想昨夜自己没有去皇后宫里 他心里一定会很不舒服 于是他吩咐赵海给皇后 送过去一些滋补的膳食过去 另一边的昭华宫里 他的事迹也彻底的消失在了这宫围中 沈青在一遍一遍的想着 王美人那样子一定是被人下了药了 那又是谁下的药呢 他在出事之前 隆共就得罪过如飞和于飞 于飞是在那天当场就罚了他 况且他现在尚在影台中 不太可能有精力去设计王美人 那如今就只剩下如飞了 春华看着沈青抱怨道 良人自己说的要比赛踢剑子 可您自己倒在这里发呆 沈青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 和太监小犬子开始了踢剑子比赛 竟然自己做了一个鸡毛剑子玩 皇上看到正在踢剑子的沈青 先是一愣 因为他也不知道 沈青踢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但见沈青在树下蹦跆得这么慌 一张小脸蹦跆得通红 有活力得很 轩元凌这几日 因为旱灾的是比较忙 今天总算有空闲 就出来随便逛逛 没想到不知不觉的 就来到了昭华宫 他对着玩得正开心的沈青喊道 几日不见证你自己倒玩得挺开心 众人这才看到是皇上来了 于是纷纷跪下请安 轩元凌瞧了一眼沈青手中的剑子 你玩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听见这话的沈青 蹦蹦哒哒的来到轩元凌面前 臣妾在踢剑子呢 这是臣妾想出来的 您看 我在这儿坠了三个铜钱 轩元凌一瞧 还真是坠了三个铜钱 随口说了句 做得也算巧妙 沈青拿着剑子笑嘻嘻看着他 皇上要看我踢吗 我踢的可好了 轩元凌却不高兴我 他反而板着一张脸 往日震不来 你也懒散成这样吗 沈青缩了缩脖子 像是怕了 皇上不来 我也想到皇上的 难得一回 皇上不要怪在后吗 臣妾踢剑子给你看好不好 轩元凌依然板着脸 正瞧着不好看又如何 沈青像是没想到 轩元凌会这么说 他一脸委屈的样子 那我若是踢的不好看 皇上就罚我 轩元凌只好无奈地同意了 于是沈青开始了他的表演 踢完剑子的沈青脸上 也不委屈了 轩元凌心想 沈青刚刚不还是很委屈吗 怎么现在心情突然又好了 只见沈青脸上带着微笑 走到他面前 方才臣妾踢剑子的时候 想明白一件事 说着沈青凑到轩元凌耳边 轻声说道 其实皇上不是不喜欢我踢剑子 而是关心我这一番 打扮让旁人瞧见了不成体统 才这样吓唬的吧 轩元凌只觉得那轻柔的声音 自耳朵往他心里钻 他确实是这个意思 可自己这么别扭地关心一个人 还叫这人当面戳穿了 此刻轩元凌是真有点生气 皇上关心沈青 却被他直接拆穿了 此时的轩元凌真的有点生气了 就算被看出来 沈青也不应该说出来吧 于是沈青连忙说 多谢皇上的关怀 往后 我一定会将大门关起来踢的 然后沈青用其他人 都能听到的声音说 臣妾认罚 轩元凌看着面前的沈青 他这哪是认罚 倒像是得了赏一样 轩元凌见他笑盈盈的 抄金输卷 好好定定性 心想要拿佛金来压一压 这可怎么办 沈青却摇了摇头 没事 不止没事 这还是好事 轩元凌已经好几天没来后宫 今日若是晚上来寻他那法 平平无奇 可偏偏他是白天来的 从前的轩元凌 可是不会表露出 真实的情绪来的 等着吧 皇上很快就会再来的 当晚沈青正在抄金输 结果轩元凌真的就来了 沈青故作惊讶地问道 皇上您怎么来了 只见轩元凌 直接走到沈青身前 朕还不能来了 随后轩元凌 当着金输的面 把墨水打翻在地 另一边的凤衣宫内 小宫女正在向皇后 汇报着打探到的情报 皇上白天刚刚罚了沈良人 可是晚上就又去了她的宫里 皇后则是没有感到惊讶 这沈良人找了好 后宫里现在没有人能比得了 皇上不至于因为一点小事 就冷落了她 她突然指着自己的头发 本宫这里有一根白发 小宫女连忙表示 要帮她把白头发藏到黑发下 可皇后却说了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 她让小宫女 把这根白发拔掉吧 因为藏起来的话 她也还是在这里 还是彻底拔掉才好 第二天的昭华公路 春华从御膳房打探到一个消息 家世很好的方贵人 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于妃 结果被于妃罚贵了整整两个时辰 沈青心想这于妃怎么怀了孕也不消停了 这方贵人碰到于妃 也算够等没的了 此时的方贵人正在宫里吻去 他看着桌子上那几个小菜 就更是生气 御膳房是什么意思 拿这些残羹剩菜来糊弄我 看到我被于妃罚了 就以为我失宠是吗 你有皇上的恩宠 只要好好保重身体 将来诞下龙子 往后的日子就好了 方贵人又何尝不知道此理 可自己被罚的是传的人尽皆知 让自己面子都丢尽了 今日之仇 我虽然眼下报不了 但日后 我必定要将这份屈辱还给于妃 穿越到后宫的沈青 现在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 皇上昨夜刚宠幸完 这边皇后就给送来了赏赐 沈青看着赏赐的衣物笑了 这两件衣裳 以后得穿着到皇后跟前 叫皇后知道知道 他正努力地帮他生孩子 毕竟表忠心这玩意儿 就像是画大饼 皇后毕竟是中宫 他明面上服个软饰有好处的 尤其在于妃像得斗鸡一样的情况下 以后自己少不了还得见皇后的事 虽然皇后也不是什么善意 但至少明面上皇后 不会随便罚东罚西 也不会对沈青事情的事儿看不过眼 现在的沈青一有时间就学动许西 这会儿正跟着春华与方韵 折腾皇后赏赐的布料 想着皇后赏赐这些布料很不错 做成小衣或者秀一些手帕都不错 于是沈青开始研究着秀花 秀花这技能其实是远准的技能 脑子里的技艺跟实际会操作是两回事 想着自己先练习练习 日后自己做个内衣什么的穿着也方便 见沈青熟练地拿起针线 春华和方韵还以为沈青手艺很厉害 两人看着沈青的针法倒是不错 但这秀出来的东西实在是有点不堪入魔 看着桌子上一堆失败品春华实在忍不住了 良人咱们别糟蹋布料了吧 可是不服输的沈青一直秀到了天黑 等到了快用晚膳的时候 轩原灵来了 此时的沈青秀花都要秀疯了 嘴里大喊着 我就不幸了秀了一天还能没个进步 轩原灵进屋后 瞅见他秀花正专注 还特地上前去看了一眼 只见一只看着像鸭子的玩意儿 在沈青手里头擦不忍睹 轩原灵差点没憋住笑出声来 他干咳一声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沈青这才抬头看到皇上 一时间沈青真的尴尬到了 他将手上秀的东西往身后一藏 皇上来了 轩原灵嗡了一声 你在秀的什么呢 他是真没瞧出来 明知道他秀的差了还要稳 沈青心想你这是看笑话来了吧 但只好回答 臣妾就是秀了两只鸳鸯而已 然后他马上转移话题 皇上您用过扇了吗 没用扇的话 我让春华去扇房传话局 轩原灵怎么能听不出来 他这是想转移话题 心里还觉得有点好笑 自己手一叉还不让人说了 他先是默许了 让人去扇房传扇 然后又慢悠悠地说着 既然是秀的鸳鸯 那是自己用的 还是要送给朕的 沈青心想好家伙 这话题是过不去了是吧 那就互相伤害吧 沈青正在练习秀鸳鸯 可皇上怎么看这都是一只鸭子 沈青微微汗手 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本来是想给皇上的 但臣妾手艺不好 想必皇上是不要的 毕竟臣妾这手艺根本拿不出手 轩原灵有些为难 朕本想安慰你收下 但你这手艺插成这样 朕自然是不能用的 瞧他那被噎住 不知道怎么往下说的模样笑了 但既然你是给朕绣的 总不好给了旁人 绣完了 让赵海装起来就是了 沈青这才乐了 他双臂一掌环抱住 轩原灵的腰身 脸颊在他胸口蹭蹭 皇上真好 轩原灵低头看他那眼眸 水汪汪的眼睛里 全是笑意 心想这小东西这么容易满足吗 这时晚上送了过来 沈青这个吃货 差点流出口水 毕竟好几天没有吃到御膳了 然后沈青就开始了胡吃海赛 这时一只蚊子 悄悄爬到了他的脸上 在春华看到的时候 沈青的脸已经被钉了的大包 后宫里头的女子最忌讳的 就是让皇上瞧见自己的狼狈 这么大的包皇上 又不可能看不见 这可怎么办 这时沈青感受到了脸上的异常 于是就想要伸手去抓 春华连忙拦住了沈青 良人您别用力抓 容易抓破了 皇上在这里春华 也不好提醒太过 这后宫里头的女子最忌讳的 就是让皇上瞧见自己狼狈的样 薛元灵问了一句怎么了 沈青很耿直地指了指自己的脸 皇上帮我瞧一瞧 我的脸很痒 春华不明白 沈青怎么就直接让皇上瞧了 万一皇上不喜欢走了怎么办 薛元灵一愣 怎么被蚊子钉了这么大一个包 他转头对赵海说 叫个太医过来 沈青想说别去 可是赵海已经转头出去了 沈青心说这让蚊子钉一口 有这么大动干戈吗 春华在一旁都看待了 皇上可真够疼良人的 穿越到后宫的沈青 现在混得是风生水起 只是被蚊子钉了一下皇上 都要给他请太医 太医通过查看得出结论 沈良人那体质 或许与常人不同一些 那肌肤比寻常人 更容易招蚊虫不说 让蚊虫钉咬之后 还会红肿 敷上要高 便可以消肿之痒 往后要注意避开这些蚊虫 便不妨试 他的意思就是 往后这蚊子钉一口就会这样 眼瞅着下之道了 天越来越热 蚊虫自然只会越来越多 轩月灵心想总不能叫他日后 还要受这样的罪 于是他问太医 可有法子叫他往后不这样 太医说他配了一种蛆虫的香囊 挂在身上可必蚊虫 轩月灵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等太医走了之后 轩月灵拿起太医给他的药膏 让沈青过来 沈青小心翼翼地凑到轩月灵面前 心想这药膏看着黑漆漆的 涂到脸上岂不是难看死了 这样皇上看着不会倒微控 于是说还是自己私下在涂吧 没想到轩月灵直接扶住了他的脸 然后亲自将药膏涂在了他的脸上 做完这些的轩月灵转身就走了出去 沈青以为轩月灵这是嫌弃自己了 结果轩月灵没一会儿就又回来了 原来他只是去吩咐小太煎烧些艾草来驱除 说着他拉起沈青的手 伺候正洗漱安情吧 两人洗漱完毕就准备安情了 沈青心想这还是头一次老老实实的睡觉 这让沈青很不习惯 转头瞧见沈青在偷笑的轩月灵皱了重点 你做什么 沈青抱着他一条胳膊晃晃 开心哪 轩月灵嘴里没好气的说着就起 下一秒再回头看见沈青竟然已经睡愁了 轩月灵欣慰的笑了 这才对嘛 第二天一早 轩月灵没有喊沈青起来伺候他穿巢服 他像是做了坏事一样吩咐赵海 不准喊醒他 赵海心想这是真宠沈良人啊 连早起伺候穿衣都舍不得了 等轩月灵出了门他回头吩咐赵海 让太医多做些屈蚊虫的香囊 然后给各公嫔妃都送过去 赵海感叹着沈良人可真是有误 这是真叫皇上惦记上了 给各公都送就不会显得沈良人 独得一个香囊遭人恨 原来当皇上也有受气的时候 轩月灵此刻正在前朝处理着政务 就听见外面太监喊着太后来了 于是轩月灵连忙起身迎接 走进来的太后不知为何冷着一张脸 他看着皇上直接开门前山 哀家今日过来是听说于非前几日 让方贵人罚贵 请问这事儿皇上知不知道 轩月灵心想太后 这是找自己算账来了 可是太后和方贵人非亲非故的 想不明白 他为何要为方贵人撑腰 轩月灵表示自己这几日在处理政务 并没有听说于非的事 没想到太后听完这句话更生气了 你是不曾听说 还是听到了也不想计较 于非仗着他肚子里的孩子无法无天 日后他怕是要爬到皇后的头上去 听到皇后两个字的轩月灵一愣 随后一股无名之火 瞬间涌上心头 他攥紧了拳头 让自己没有当场发作 并和太后保证会去训斥嚣张跋扈的于非 皇后的身上 皇后无嫡子是镇不住后宫的 皇帝你心里应该有数才是 说完这些的太后转身就走 今日本就是初一 皇上甚至不肯跟本宫保证 今日就去皇后宫中 当真是不将哀家放在眼里了 太后身旁的老嬷嬷 只敢轻声说着两两心 看着太后背影的赵海心里 很不是滋味 皇上轩月灵才是太后的儿子 可是太后却因为皇后 没有嫡子屡次扯轩月灵的马 皇上看起来神色如常 只怕是内心也不好受 此刻的轩月灵非常生气 她已经如太后的愿 坐到了皇上这个位置上了 可是太后还是要 这般插手自己的事 为的不过是让皇后 诞下她陈家血脉的弟子 朕到底是她的儿子 还是她的工具 转念一想 这次还是于非先惹的事 太后每次过来 找自己麻烦十有八九 都与于非有关 她转头看向赵海 你差人去告诉于非 皇后让她好好待在宫中养胎 不许再乱跑 赵海心说这皇上的意思 不就是把于非禁足了吗 于非娘娘 怕是又要气得摔东西 于非和方贵仁这两人的梁子 怕是越结越深了 皇上每到初一和十五 就必须要去皇后宫里露宿 这是宫里不成文的规矩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 不过十五可能就是这么个意思 正在准备着膳食的皇后 满心欢喜 因为今天正是初一 这时她宫女得到一个消息 皇上传话让于非安心养胎 不许万走 名义上是关心实际就是禁足 于非娘娘气得摔了盘子 皇后听到这个消息 脸上露出了笑语 于非是该收一收她那嚣张跋扈的性子 这时宣元凌来了 刚被太后训斥得她脸色异常冰冷 宣元凌瞥了一眼桌子上的菜 皇后你还真是重规矩 就连这膳食也是按照规矩上的改 皇后还以为宣元凌是在夸自己 可皇上却想着这些菜 没有一个是自己爱吃的 一顿饭吃下来两人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这把一旁的宫女都给挤坏了 每每皇上过来娘娘都如此这般庄稷 再这样下去可如何是好啊 用过完善的宣元凌 并没有在皇后宫里留宿 而是以自己还有政务为由直接就走了 这让皇后很是头痛 又是没能成事的一晚 皇后身旁的宫女小心翼翼地说道 娘娘您擅事上按照规矩来就算了 可您为何不与皇上多说说话呢 或许那样事情就会顺利一些 皇后知道宫女是为了自己好 可本宫乃是一朝皇后 我不是以色诗人妖宠的嫔妃 本宫不能这么做你明白吗 此刻跟在皇上身后的赵海叹了口气 皇上就没有一回是笑着走出凤衣宫的 这皇后娘娘不知道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皇上虽然规矩已重 可这私底下夫妻相处怎么能这样 真是瞧着心来 这时本来打算回自己寝宫的宣元凌 突然要改到昭华宫 赵海心里暗想 这竟直去昭华宫啊 这沈良人是得主 可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 年纪轻轻的沈卿能招架得住吗 很快御驾就到了昭华宫 此时的昭华宫里灯火通明 赵海在心里为沈卿捏了一把汗 希望沈良人你能转获为福吧 刚看见轩元凌的沈卿 着实被吓了一跳 他还是头一次看见皇上的脸黑成这样 于是他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皇上怎么来了 心想难不成是自己犯了什么错不成 皇上一脸怒气的来到沈卿宫里 沈卿看着轩元凌阳的脸被吓了一跳 嘴上说着皇上怎么来了 心里却想着难不成自己是犯了什么错了 只见轩元凌直接捏住了沈卿的脸 你的脸好了 沈卿一愣 连忙回答脸已经好了 心说轩元凌还知道关心自己的脸 那就应该不是和自己生气 但皇上气势汹汹的来 捏自己脸的手也重了一些 当务之急是怎么让皇上消气 省得他把无名之火撒在自己的身上 沈卿看看手里的糕点 冲着轩元凌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臣妾饿了 皇上这会儿过来也没有晚膳吧 要不你也吃一口 说着他在一盘糕点里头 挑出一块地道轩元凌面前 臣妾吃这蜜豆馅的最好吃 皇上你也尝尝 轩元凌原本心情是不怎么样 可人家讨好到明面上来了 而且都将自己觉得最好吃的给他吃了 他听着总归心里好过了一些 沈卿想了想又小心翼翼 看了一眼轩元凌 然后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轩元凌眼下心情不好 正不喜欢有人瞒着他 沈卿这么一个表情 他面色当即就差了 想说什么就说 吞吞吐吐像什么话 沈卿像是没注意到 轩元凌的口气很差 他小声问道 前几日臣妾醒来的时候 左边的脸上多了两道指纹 轩元凌回想起 自己那天晚上没处擦手 就在沈卿脸上按了两个手 结果现在被沈卿当面质问 朕当时真是鬼迷心窍了 怎么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来 于是轩元凌只能装出生气的样子 怎么 朕碰不得你了 沈卿一脸的笑意 自然是能碰的 臣妾原本就是好奇 但没想到真的是皇上干的 说到这里 沈卿忍不住的笑了出来 轩元凌瞧着他开心的样子 没想到这小妮子 就是重提不但没生气 而且瞧着竟然还很欢喜 连对他做这种事情 他都觉得欢喜 这沈卿果真是太喜欢朕了 想到这里的轩元凌心情大好 他的嘴角不由的挂上了一抹的笑 市政做的又如何 你有意见吗 沈卿看看四周 都是吓人好似不好意思似的 特地凑到轩元凌耳边道 臣妾没入宫 之前有一回瞧见父亲睡在书房里 臣妾没忍住 也在父亲脸上画过两道 听到这里的轩元凌 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赵海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心说这沈良人真是绝了 这都能得哄好了 穿越到后宫的沈卿 把皇上迷得是神魂颠倒 此刻的轩元凌 竟然开始关心起沈卿的感受了 在原著里 轩元凌原本是个老谋深算的冷面帝王 他一直就是狠扎的那种皇帝形象 轩元凌不光不会沉迷于后宫 反而是操控着后宫里的平衡 能做到对各个嫔妃语入君瞻 但昨晚的轩元凌 却一反常态 这瞬间就让沈卿心里生了疑虑 他刚一起床就把方韵喊了过来 并吩咐他悄悄去打听一些事 很快方韵就回来了 禀告良人 这几日皇上没有往后宫 倒是前日太后去找过皇上 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皇上就罚了于妃娘娘的禁止 还去了皇后娘娘宫里 奴才还打听到一件事 太后娘娘去呈乾宫之前 皇上从呈乾宫叫了太医去大皇子那里 宫里都传是大皇子生病了 但顺平娘娘却不关心大皇子的身体 反而是一直在督促大皇子完成课业 皇上对此很不满 所以才吩咐了太医去瞧 听到这里的沈卿恍然大悟 原来是顺平不顾大皇子身体惹怒了宣元凌 处置了此事的宣元凌本就心情不好 恰巧在这时太后又来找宣元凌麻烦 原助理太后并没有太多的戏份 太后一直希望同一母族出身的皇后 能带下敌敌 皇上已经登基自然不愿受之于人 这对母子一碰面总是生出诸多矛盾 由于孝子压身 宣元凌最后妥协去了皇后宫里 但也因此心情越来越差了 而她对沈卿本就有了不同的感觉 在众多压力与烦恼下 宣元凌发现只有沈卿能让自己忘却烦恼 而似乎沈卿对她也是一心一意 这当然让宣元凌对沈卿更加有好感 想到这里的沈卿笑了 看来自己离小目标不远了 这时春华走了定岸 良人 端午宴会定在了端午节晚上举行 往年端午是不会大操大办的 但皇后娘娘觉得今年新入宫的嫔妃众多 说是想让嫔妃们熟悉一下才办的 沈卿让春华把皇后娘娘送的新衣服拿出来 看来自己向皇后演戏是好的时间到了 画面一转已经到了端午节这点 宫女忙忙碌碌的逃伴着宴会 而沈卿则是坐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 就在这时于飞娘娘来了 沈卿漫不经心的回头看了一眼 却发现于飞正朝着自己走过来 两人四目相对之后于飞的眼神则是更加冰冷了 沈卿连忙躲开了于飞凌厉的隐身 心想方贵人哪里去了 这种时候她只能寄希望与仇恨转移大法了 事情的沈卿 看到沈卿的装扮她心里更是恼火 心想几日不见这个小店人越来越像个小妖酒了 此时的沈卿内心是非常无助的 她连忙躲避着于飞凌厉的目光 心说方贵人怎么还没来 现在也只有方贵人能转移于飞的注意力了 就在这时方贵人总算是来了 沈卿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自己总算是得救了 只见于飞和方贵人对视的一瞬间 仿佛整个大厅里的空气都凝固 于飞率先发难 方贵人来了 你这是不怕罚贵了 听到这话的方贵人脸色越来越难看 上一次自己被罚贵已经丢进了脸面 现在这个于飞竟然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接自己的短 如果自己这次再忍下去 以后还怎么在后宫里问 想到这里的方贵人终于爆发了 于飞娘娘 您还是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口诺吧 但于飞很明显是不想积口诺的 她看着方贵人的眼神里充满了嘲讽 本宫向来嚣张惯了 但因为教训一个下人被皇上训斥还是头一回 听到下人两个字的方贵人 差点被气疯了 自己再不济也是一个贵人 而此时的沈青就老老实实的坐在两人身旁 吃着这个大瓜 就在这时轩原林走了进来 于飞和方贵人见状也暂时停止了争吵 落座之后 轩原林的眼神先是在大厅内扫视了一圈 她发现沈青依然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而此时皇后的目光也在盯着沈青 看到沈青穿着自己送的那套衣裳 她很吃满意 心想这个沈青还算是懂事 很快晚宴的菜品就上齐了 沈青看着满桌子和规矩的菜皱了皱眉 没有一个好吃的菜 也就这些凉菜还能对付吃 然后沈青对面前的几个凉菜开始了品堂 轩原林一边喝酒 一边关注着沈青的动态 这小妮子在上回寿城上 好像也是只吃了凉菜 这时又嫌弃桌上的菜不好吃了 想着她可真是娇气的可爱 此时正在进餐的方贵人 忽然就莫名其妙地吐了 大厅里的嫔妃们都是心里意境 皇上和皇后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方贵人连忙解释着 臣妾也不知为何就突然想吐 经验老道的轩原林 马上让赵海轩太医 沈青这才明白过来 方贵人这不是怀孕了吧 经过太医号卖方贵人 已经怀孕一月有余了 听到这个结果之后 大厅内马上响起一片祝贺的声音 皇后直接让人对方贵人进行了赏赐 而此时的于妃差点被当场气死 晚膳结束回到自己宫里的沈青心情大好 这方贵人有孕之后 就可以和于妃分庭抗论了 这样自己最少可以解放一年 不过今晚该有人气的睡不着觉了 方贵人被太医检查出环了身影 这可把同样怀有身孕的于妃给气坏了 此时于妃宫里传出一阵阵谩骂声 真是个贱人 临走时还敢对本宫笑 越想越气的于妃摔碎了手中的茶杯 真是小人得知 不过是侥幸怀孕 她就一点喜 宫女文秋连忙劝于妃不要生气 方贵人能不能生下来还不知道 娘娘可要小心肚子里的小主子 这时于妃突然哀忧了一声 然后她面色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腹部 这可把文秋给吓坏了 娘娘哪里难受 可是腹中不是吗 只见于妃嘴里喊着 快去请太医 文秋满脸为难地看着于妃 娘娘 请了太医必定会惊动皇后娘娘 今日端午节皇上 也必定在皇后宫里留宿 皇上如果得知此事过来看你 那不就是节了皇后的湖吗 不如叫医女过来吧娘娘 听到这些的于妃大怒 本宫就是要请太医 皇后留不住人 那是她没本事 第二天的昭华宫里 沈青刚醒春华就跑了进来 良人 您昨晚宫里出了一件大事 于妃娘娘回宫之后 马上就说腹痛 还宣了太医 在凤仪宫里的皇上也被惊动了 但皇上从皇后宫里出来之后 并没有去于妃宫里 沈青听完之后略有所思 这倒是正常 爱哭的孩子有奶吃是没错 但闹得多了就成了凡人惊了 这时方韵跑了进来 良人 内务府派人给他们送兵来了 听说咱们是第一批呢 看着冰块沈青顿时就笑了 轩原灵这人能出傲 说热了送兵还真送来了 他转头又看了看 给自己扇扇子的春华 罢了 还是我自己扇吧 你看你也热了一身汗 春华顿时心头硬暖 良人还是我来吧 您自己扇到时候就更热了 沈青叹了口气 现在就这么热了 等到大夏天可怎么办 突然沈青好像想到了什么 原来都是这宫庄没坠 只见沈青起身 将厚重的宫庄拖了下来 春华在一旁都看呆了 良人您可不能这样 这不合规矩啊 沈青则是冲着春华撒起了娇 咱们就在屋子里不出去 你让小犬子 把昭华宫的大门关起来 要是有人来再赶紧回避 而此时的轩原灵就站在民外 心想还以为这小妮子 只是平时与自己说话爱撒娇 没成想他和宫女说话也这模样 而且明知道不合规矩还要做 还想好了让太监守门 想到这里的轩原灵跨步 走进了沈青的卧房 沈青看见皇上来了也是一愣 只见轩原灵冷着脸 看着床上的沈青 怎么这次打扮 你可知错 这个吃了疯狗丁的女人 只是因为天气太热 她就在自己宫里裸奔 这可把一旁的宫女春华给吓坏了 良人您这样是不合规矩的 好巧不巧的是皇上 竟然在这个时候来了 他看着沈青没好气的说道 你有这么热吗 我不是刚让内务府给你送了兵了吗 看见皇上的沈青一脸的懵 心想这大热天的轩原灵怎么会来呢 然后他一脸委屈的看着轩原灵 臣妾是怕热一些 此时的春华已经被吓傻了 心想这不是完蛋了吗 良人怎么还不把衣服穿上 而沈青则是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慌张 自己至少现在还穿着肚兜呢 只要不出去对人乱了规矩 轩原灵是不会说什么 他让春华把扇子给自己 然后慢悠悠地说着 亏得皇上您这么热的天 还来瞧臣妾 臣妾上次出去晒了一会儿 就落了一次皮 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这时轩原灵才注意到沈青的手 只见沈青那金雕玉琢一般的手腕上 被晒得通红 轩原灵小心翼翼地端起他的手 正一会儿叫太医 给你配些晒伤的要来 沈青心里一暖 他伸手抚摸着轩原灵的脸 皇上还说臣妾呢 臣妾瞧着皇上怎么有些瘦 轩原灵看着面前娇滴滴的沈青 仿佛被这个小妖精给疑惑到了 下一秒他抓住沈青的手 把他拉到了自己的身前 沈青被他的反应吓了一条 嘴里轻声喊了一声皇上 此刻的轩原灵也反应过来了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 朕还有些政务要处理 晚点再来看你吧 然后轩原灵就带着太监灰溜溜的跑 跟在他身后的赵海蓝脸的衣服 皇上大白天的往着跑了一趟 这才没一会儿怎么就出来了 而轩原灵心里则是在想 按说几个月的时间 自己对沈青的新鲜劲 应该早就过了 看来自己真是被他给遗住了 虽然这个丫头娇气又爱撒娇 但好在她是个懂事守规矩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就该被自己宠了 转念又想到沈青手腕被晒伤的事 他转头对赵海说 镇记的库房里有一个红翡翠的桌子 你回头给沈青送过去 赵海星想皇上什么时候给人送过什么事啊 沈良人这还是头一个吧 可皇上 这红翡翠可是皇后的品级才能佩戴的 轩原灵这才意识到还有这条规矩 原本想着沈青的肤色 配这个红翡翠正好 罢了 这红翡翠镇就先给他留着吧 这是一个细精附体的小妖精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哭就哭 原本今日并非是请安之日 但皇后却突然让沈青到自己宫里来 他看着沈青满脸的关心 今日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和你说 本宫想着给你挪个地方 找个不那么偏僻的地方 皇上也能多瞧你几回 沈青则是装作很感动的样子 嘴上说着感谢皇后的话 心想真不愧是皇后 看他这神态和语气 如果不是自己知道他的阴谋 那还不得感动死自己 只剑下一秒 沈青马上就吸进附体了 他流着伤心的泪水 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皇后不明白沈青怎么突然就跪下了 只见沈青嘴里带着哭腔说道 皇后娘娘 臣妾不想魔宫 皇后一愣 不想魔宫 这么好的事他怎么不愿意 难道沈青平时在自己面前的乖顺 都是装出来的 只见沈青一边哭一边说着 臣妾知道昭华宫位置偏远 皇上难免会来得少一些 也知道娘娘 您是关心臣妾 可是有一件事臣妾一直没有告诉娘娘 那就是前不久臣妾的饭菜 被人动过手脚 听到这话的皇后 有些不敢相信 竟有这等事 那你怎么不跟本宫说 沈青一脸的委屈 因为饭菜里并不是毒药 臣妾也就没有声张 臣妾深知自己的模样 不遭人喜欢 我又遭过于非数次责罚 所以臣妾一直身居捡出以求自保 可若是挪了宫又受了宠 那样定会遭人恶议 臣妾害怕下次臣妾的饭菜里 就是毒药了 说完这些的沈青 趴在地上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皇后听见沈青哭 也是一阵头疼 后宫女子众多 总免不了有人嫉妒 罢了 挪宫的事就以后再说吧 回到自己宫里的沈青 一脸轻松 还好自己推掉了皇后的好意 不然挪到人堆里哪里 还能像现在这样书信 这时太监禀告说 林贵人来了 沈青原本和这个林贵人 并没有什么交集 但他林贵人 今日主动上门说 是草药美容的方法 可沈青知道事情 不会这么简单 偷偷打量着沈青的林贵人 在心里暗想 先前自己不屑于和他比较 现在仔细打量才知道 这沈青的容貌 着实是个小妖精 难怪他能入了皇上的营 就在这时皇上轩辕林来了 他有些不敢相信 沈青宫里 今日怎么静悄悄的 走进来一看 原来是有客人在 此时的林贵人不由的面色一喜 心想皇上果然来了 沈青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把皇上 在你面前勾走了 我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的女人 她原本和沈青 并没有什么交集 如今却找上门 想要和沈青分出 听见皇上驾到的 林贵人心里一喜 我今天就让你沈青看看 我是如何当着你的面 把皇上勾走了 走进屋内的营原林一愣 他看着沈青语气淡然 倒难得见到你这里有客人 心想镇本想私下里过来 与沈青亲密一会儿 然后皇上眼神扫过林贵人 竟然一时想不起来 这个是谁了 此时的林贵人 正用炽热的眼神 看着营原林 下一秒 他就把沈青挤到了一旁 启禀陛下 臣妾听闻妹妹 对养颜有些见解 所以今日特地来找沈妹妹 探讨女子养夫事宜的 此时的沈青 像一名吃瓜群众一样在看戏 这林贵人 哪里是来讨要什么方子的 他分明是想来 昭华公勾引皇上 这是想要分我的宠 地旁的春华都急坏了 良人 您倒是快点想想办法呀 只见此时皇上 尴尬得一言不拔 可是已经快要贴到 薰原林身上的林贵人 此时已经自我陶醉了 他在薰原林身旁 叽叽喳喳喳地聊的 不能辜负了妹妹的心意 臣妾听说 玉花园这几日的景色不错 皇上您可否去过了 听到这里的薰原林 顿时就阴沉了脸 看着面前的这个林贵人 让他联想起了 对自己霸王硬上宫的 那个王美人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下一秒皇上 竟然没有再说一句话 直接准身离开了 连站在一旁看戏的沈青 都替林贵人感到尴尬 可是作为本人的林贵人 竟然毫不在意 心想我今日与皇上 说了这么多的话 想必皇上肯定是记住自己了 那自己受宠的日子还远吗 想到这里的林贵人 开心地回宫了 林贵人闹这么一出 彻底让皇上扫了信 导致薰原林足足半个月 没有踏入后宫半步 而沈青在这段时间里 却很是潇洒 每天看着小说 吃着美食 享受着摸鱼的快乐 直到这天 他被薰原林翻了事情的牌子 按照规矩 沈青再次被抬到了 皇上的寝宫里 半个月不见 沈青感觉薰原林 好像更帅了 只见薰原林 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世遇膳房又怠慢你了 薰原林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心疼 沈青摇了摇头 他只是因为 夏天太热 吃不进去东西就瘦了 可是薰原林却不这么认为 想必沈青 一定是太想念自己就瘦了 他看着沈青那张明明 没有半点脂粉 却异常美丽的女 晾了他半个月 真是抱殿天物 然后接下来 就是大家不喜欢看的剧情了 如果想继续观看 可以开通超级SVIP 此时的沈青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薰原林 就不是一个 能在床上聊天的人 本章节为付费章节 如需观看 请自行开通 超级无敌SVIP 谈心过后的沈霍很是疲惫 他一脸可怜地看着薰原林 皇上 臣妾好渴呀 薰原林这才意识到 可能是由于自己和沈霍 半个月没见面的缘故 自己今晚确实折腾的 有些太晚了 想到这里的薰原林坐了起来 罢了 朕就亲自为他争议回茶水吧 他把茶水 亲自端到沈青面前 只见沈青像只小猫一样 在铁石着茶水 喝完水的沈青 终于精神了不少 他娇声娇气地说道 谢谢皇上了 那臣妾现在就回去了 没想到薰原林 一把将他搂在了怀里 他看着沈青柔声 说再歇一会儿 沈青一愣 难道皇上 是想让我破格留宿前缘弓 随后薰原林 将沈青抱在了怀里 再陪朕说说话 那林贵人之后 又去你宫里很多天 沈青没好气地说道 还不是怪皇上 你太招人喜欢了 轩原林马上就听出了 沈青这是在打拒自己 好你个沈青 竟然拿阵找乐子 看阵教教你 什么叫招人喜欢 画面一转 沈青已经回到了昭华宫 他在心里抱怨着 轩原林这个情势 这是春华 走进来说御膳房的 上公公所见 沈青连忙叫人 把上公公请了进来 故知上公公你有何事 原来是轩原林昨晚 看见沈青最近销售了不少 就认为是御膳房 又可扣沈青的膳食了 他吩咐以后 沈青的膳食 要让他自己点 沈青一愣 原来是为了这个事 他连忙和上公公 解释了自己销售 是因为天热吃不下东西 这可把一旁的春华 给高兴坏了 要知道能在御膳房 点菜的 可是飞味的待遇 送走了上公公的沈青 决定带着春华 去御花园逛一圈 两人刚找了一处良亭 坐下来 就看到迎面走来一个人 他正是和沈青 一起入宫的乔美人 这乔美人 一看到沈青气 就不打一出来 想着自己家 是好容貌也不差 本以为入宫之后 能得到胜准 没想到这个沈青 比自己长得还没 今天听说皇上 又宠幸了沈青 这样小门小户的出身 还仗着容貌 在皇上面前讨吃食的人 竟然能把自己比下去 真是叫人不服 看见乔美人的沈青 心中一惊 这个乔美人的脾气 跟于飞有一拼 自己怎么就偏偏遇到他了 只见乔美人 一上来就没好气地说道 按说你比我先得处 怎么到现在还是个良人呢 沈青则是强行 挤出一个笑容 凭切笔布的美人 您的家世好 我位分低自然也是正常 听到这话的乔美人 一脸得意地看着沈青 还算你有自知之谜 我渴了 沈良人你给我倒杯茶喝吧 听到这句话的沈青 脸上笑容 瞬间就消失了 这个嚣张跋扈的乔美人 只是因为沈青 不肯亲自给他倒茶 他就勃然大了 下一秒 他竟然冲过去 抓住了沈青的手 然后把沈青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你个贱体子 皇上就是叫你这副 柔络的模样给蒙骗了 沈青万万没想到 这个乔美人 竟然敢跟自己动手 明明他的位分 也没比自己高多少 可此时的乔美人 并没有打算停手 他恶狠狠地看着沈青 你个贱人还敢瞪我 今天我就教教你 什么叫规矩 说着他抬手 再次向沈青打了过去 就在这时众人身后 传来一声大喝 给我住手 乔美人你干什么 来的正是中宫皇后娘 看见皇后来了的 乔美人一阵心虚 皇后娘娘 是沈良人以下犯上 挑衅嫔妾 嫔妾忍无可忍 才教训了她 沈青则是神色淡然 嫔妾绝没有挑衅乔美人 望皇后娘娘明察 沈青心想 这乔美人可真是蠢 这御花园里人多演达的 你以为是你说几句话 就能颠倒黑白的 果然皇后 马上叫人喊来了杂扫的公 乔美人顿时就慌了 跪在地上的公女 马上将看见的 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奴婢只听见 乔美人怪罪沈良人 没有给她亲自侦查 她就发怒 把沈良人推倒在地了 听完公女的话 乔美人急了 一个狗狐猜猜胡说八道 本来就是这个狐狸精 不懂规矩 嫔妾叫她倒个茶榻 就一副委屈的模样 此时的皇后皱了皱眉 这乔美人嚣张跋扈的样子 让她想起了于妃 真是该死 平时端庄和善的皇后 此时真的怒谱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美人 真觉得其他嫔妃 都得给你尽查不成 沈良虽然是个良人 也轮不到你来欺辱殴打 乔美人还想要狡辩 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既然乔美人不懂规矩 那就把她的绿头牌撤下去 好好回去学学规矩 听到这话的乔美人 彻底傻了 这绿头牌被撤下去 想要再挂上头就难了 另一边正在处理政务的皇上 也知道了这件事 当听到沈良被乔美人 给打了的时候 轩轩铃顿时就阴沉了脸 皇后处理得很好 乔美人既然这么不懂规矩 那就去好好学一学 你传话下去 学不好就不用再往镇身边送了 赵海一听就明白了 原本皇后撤了乔美人的绿头牌 早晚还会挂回来的 可是皇上这样说之后 这乔美人就算是彻底凉了 谁敢担责任 保证他乔美人把规矩学好了 因为政务太多轩轩铃打消了 马上去看望沈青的腻头 他转头对赵海吩咐道 你亲自替朕去看看他 顺带上一些东西 安抚一下沈良人 皇上听说沈青挨揍之后大怒 他马上派大太监赵海前去看望 来到昭华宫的赵海正巧 碰到了方韵 方韵看见赵海一愣 心想皇上身边的红人赵公公怎么来了 赵海向他说明了来意 皇上让我来瞧一瞧沈良人 你家良人现在怎么样了 方韵连忙把赵海带了进去 赵海向沈青解释皇上 因为政务繁忙不能过来 但特意让自己过来看望他 沈青心想这个轩辕灵太会宠人了 这点小伤还要派人过来看看 这时另一个小太监 把皇上的赏赐端了上来 这是皇上给您特意挑选的 请良人务必收下 奴才另有一事要禀告良人 皇上命令乔美人 在没学好规矩之前不必实斤 沈青嘴上说着多谢公公告知 心想这个乔美人算是没有出头之日了 赵公公临走时 还叮嘱沈青要好好养伤 说这些话也都是皇上亲自叮嘱 随后沈青开启了美滋滋的养伤生活 自己都受伤了那段时间 应该不会有人来打扰自己了 自己又可以过摸鱼的日子了 但让沈青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晚轩辕灵就来了 沈青心中大骂 我才养了一天伤轩辕灵就来了 连受伤的我都不放过 真是禽兽啊 轩辕灵看到沈青的眼神之后 越想越气 正好心来瞧他 他这是什么眼神啊 想到这里 他轻轻在沈青身上拍了一下 沈青顿时故意哀忧了一声 皇上都不关心陈倩 怎么一来就欺负陈倩呢 轩辕灵也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自己碰到沈青伤口了 他心疼的抚摸着沈青的脸 朕怎么欺负你了 分明是朕好心来瞧你 你不但不开心 反而把朕当成了色中恶鬼 沈青看着委屈模样的 轩辕灵心里乐开了话 谁能想到这个轩辕灵 会变成如此贴心的男人 就冲他这么贴心 自己就哄哄他吧 皇上今晚又来找沈青了 但因为沈青挨揍身上有伤 所以今晚就成了唇聊天剧场 沈青心想 这已经是自己和皇上 第二次躺在一起传聊天了 往常睡在皇上身旁的女人 除了皇后之外 可是从来都没有什么都不做到 第二天的御花园里 听说这件事的于飞大怒 沈青这个贱人 竟敢借着受伤勾引皇上留宿 于飞身旁的宫女一脸的担心 于飞自从知道皇上留宿在昭华宫 就一直气不顺 现在又执意要来御花园 自己怎么劝都劝不住 真是叫人担心 突然于飞哀忧了一声 这可把宫女给吓坏了 娘娘您是肚子又不舒服了吗 于飞冷着一张脸 本宫没事 就是被沈青那个贱人给气的意识有些互动 扶本宫去那边的梁亭坐一会儿 这时宫女提议 还是叫太医来看一看 可于飞则不以为然 本宫自己的身体自己还不清楚吗 这胎已经有四个月了 早就作文了 方才只是叫那贱人给气的意识有些不舒服 宫女无奈只能听从于飞的话 扶着她向梁亭走去 突然于飞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颗小石子 然后下一秒 她已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宫女这次真的被吓坏了 她拼命地大喊着快来人啊 于飞娘娘摔倒了 娘娘你挺住啊 快把娘娘抬到离这里最近的昭华宫去 随后于飞就被众人抬到了昭华宫 往日里一直很冷清的昭华宫里 此时却热闹极了 太医们手忙脚乱地救治着于飞 而于飞则是一直大喊着肚子很痛 还大骂太医是废物 快救救本宫的孩子 听这话孩子应该是保不住了 沈青则是一脸郁闷地坐在自己房间内 原助理于飞本就没有这一台 所以这孩子注定就是保不住的 自己当初想着于飞痛失孩子 肯定会迁怒于别人 所以她才一直尽量避开于飞 可没想到自己明明躲得远远的 却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切 如果你老婆难缠你保大还是保小 被这个问题困扰最多的恐怕就是皇上了 沈青的昭华宫今天真是热闹极了 太医们忙里忙外地给于飞治着病 皇上和皇后也在这时来到了这里 沈青连忙出来迎接 皇后率先开口 于飞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青也是一脸懵的样子 臣妾只看到一群人抬着于飞 直接进来了 现在太医正在给她医治 皇后马上叫人 把于飞身边的文秋叫了出来 此时文秋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 我们娘娘今日本是去于花园里散步的 谁能想到娘娘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众人这才知道于飞这是自己摔倒了 太医这时也跑了出来 禀告皇上 于飞娘娘腹痛难忍 现在已经见红了 若想母子都保恐怕很难了 轩原灵看着太一叹了口气 那便保于飞吧 说完皇上又看了一眼沈青 心想这个小家伙脸色如此惨白 怕是被吓得不轻 此时站在一旁的沈青心中暗响 在这深宫中怀孕太危险了 一不小心可能连命都会打伤 轩原灵本想对沈青说些什么 可看到皇后在旁边她欲言又止 然后索性直接离开了昭华宫 此时昭华宫里 传出了于飞撕生裂飞的哭喊声 这时皇后走了进来 看见皇后的于飞像疯了一样 嘴里大喊着是不是你干的 皇后则是一脸淡然 本宫让你刚刚没了孩子 就不计较你的大不敬之罪了 但于飞你可别得了失心疯 你自己摔没了孩子还要怪别人 于飞此时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本宫只是摔了一下孩子 怎么可能就没有了 本宫要见皇上求他彻查此事 皇后看着于飞微微一笑 皇上得知是你摔没了孩子后痛心不已 现在已经走了 不顾于飞痛苦的神情皇后继续说 你那孩子也着实可怜 见不得这样的事 接下来你就去抄金书为他祈福吧 你这个做娘的也会盼着他 来世能投个好胎吧 毕竟他是死在了自己亲生母亲的手里 此时的于飞真的要被气疯了 皇后本宫的孩子都没了 你竟然还要这么咒他 贱人你们都是贱人 走出昭华宫的皇后 亲身问身旁的宫女都处理干净了吗 宫女不敢怠慢 娘娘放心吧 咱用的又不是猛药 本该六个月才会见红的 没想到这于飞自己摔了一跤 皇后这才放心 于飞这一跤摔得好 不仅让咱们的计划不会暴露 还让皇上厌烦了他 这可真是一举两得呀 这时身旁的宫女又说 那方贵人肚子里那一胎 还要不要留着 皇后略微思考了一份 先保着吧 说不准还要用到 按说这得宠最多的沈青 也该有动静 可都几个月了 难道是因为年岁太小吗 还是说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后宫的女人们到底有多刚强 于飞下午刚刚留了产 晚上就马不停蹄地回去查原因去了 沈青看着于飞的轿子 马上就明白了 于飞这肯定是发现了滑胎之事 蹊跷 同时他敢叹道 这后宫的女人都是魔鬼吗 刚刚留过产 现在就该正式去了 想到于飞平时 看不惯谁都会随意处罚 那现在碰到滑胎 那还不得杀疯了 他不会无差别攻击到自己吧 想到这里的沈青 对着身旁几人大手一挥 你们马上在昭华宫附近看一圈 如果有什么异样的东西 就马上处理掉 这个时候 咱们可千万别被他人陷害顶了 结果第二天获释真的就来了 于飞在皇上面前直接告状 说他滑胎绝对不是意外 经过调查 沈青前几天在御花园里 弄断了一条手串 而他踩的那颗正是沈青落下的 若不是沈青的疏忽 自己怎么会滑胎 这一切都是沈青的错 此时的轩原灵一脸的无奈 于飞 正念在你刚没了孩子 本不想训斥你 可此事明显就是巧合而已 你不要再随意叛要他人了 只见于飞面色逐渐变得阴沉 心想就算这是巧合 那他沈青也是害我滑胎的罪魁祸首 本宫不会放过这个贱人的 随后于飞画风一准 不光是沈良人 臣妾的安胎药也有问题 听到这句话的皇上和皇后 都是一惊 昨天回到宫里的于飞 马上就开始调查此事 原来他把每次喝的药罐盖子 都保存了起来 经过太医鉴定 这些安胎药里 明显多了一种 无利于安胎的药材 此时的皇后也紧张了起来 这些个废物 难道没有把东西处理干净 一旁的赵海看向了皇上 皇上本来从不关心 后供运人们的争斗 但他最厌烦的 就是对自己的子四下手 没想到还有人敢撞上来 果然下一秒 轩原灵就吩咐赵海 马上去查这件事 没多久赵海 就满头大汗的砍了回来 启禀皇上 有一个接触过安胎药的药童 昨晚投警自尽 在他屋里搜出了一本遗书 他说是于妃害死了他的妹妹 所以他才来报复于妃 于妃被气得破口大骂 这是有人在污蔑本宫 此时的轩原灵 已经猜到了什么 此事到此为止 于妃你好好调理身体 朕还有事就先走了 此时轩原灵 已经猜到这件事 就是皇后干的 但太后 是不会让自己废掉皇后的 她在心中暗想 陈家人这副未达目的 不择手段 最爱排除一己的性子 真是像啊 而沈卿 则是与这些公妃都不一样 也不知他昨天被吓着没 想到这里的轩原灵 转身看向了赵海 你去把上次的红匪翠取出来 朕要送人 赵海一愣 上次皇上 是想把红匪翠送给沈良 那这次这是要送给谁啊 这个皇帝 是个清心寡欲 不爱美的色质人 他今天送给沈卿一条手镯 然后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看的了 于妃华太一世 最后一个小药同杯锅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沈卿当然知道这是假的 轩原灵之所以 没有继续查下去 只是因为这件事 是皇后做的 而于妃应该也心知肚明 否则他怎么会就这样认灾 但是于妃并没有因此而安分 他给皇后请安示 对皇后阴阳怪气 皇后因为最近遭到 轩原灵暖落 再加上心虚 竟然也不敢还嘴 于妃又三番五次的 责罚沈卿 若不是还有公规拘束的 他怕是要把后宫闹翻天了 于妃本就因为嚣张 把虎多次惹怒皇上 如今更是彻底失去了圣性 这天皇上又来到了昭华宫 此时的沈卿正在做刺绣 轩原灵问沈卿绣宫 可有长进 但沈卿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 因为他此时更关注的是 皇上手中的铝盒 只见沈卿脸上挂着笑 皇上怎么今天还带了礼物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副精致的红翡翠手朵 沈卿心想 这难道是皇上亲自给自己挑选呢 但下一秒 沈卿又把盒子给盖上了 这大红的翡翠 只有皇后才能佩戴 皇上您怎么送给我这个 轩原灵心里有些欣慰 这小丫头 平时虽然调皮了一些 但还是比较懂得守规矩的 他把沈卿搂在怀里 朕知道这镯子 你不能戴出去 但你可以戴给朕看啊 沈卿先是一愣 就戴给他一个人看 随后沈卿像看坏人一样 看向了轩原灵 心想这个家伙 不是想要玩什么花样吗 随后轩原灵直接拿出手镯 戴在了沈卿的手上 然后一把将沈卿抱在了怀里 沈卿内心一阵慌乱 皇上您小心别把手镯弄碎了 只见轩原灵一脸 认真地看着沈卿 朕今日在书上看到了一些东西 沈卿满脸疑惑 皇上您看到了什么东西 但下一秒沈卿就懂了 皇上您平时都看些 什么乱七八糟的书啊 他原本是个清心寡欲 不爱美色的皇上 可自从他碰见了 小妖精沈卿之后 事情就变味了 早上起来 轩原灵看着沈卿的手腕一望 朕不过就是玩了一点花样 就留下痕迹了 随后他又注意到了 沈卿落在外面的脚踝 回头朕再给你打一条金链子 戴在脚上一定很好看 沈卿一惊 皇上您要做什么 难道这个轩原灵 又要搞什么花样 说好的不爱美色的冷面帝王呢 皇上是想把臣妾当成鸟来养 轩原灵微微一笑 朕只是觉得你生得像个小妖精 实在是很适合锁起来养 听到这话的沈卿 索性倒头接着睡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这皇上别是觉醒了 什么诡异的爱好就行 只见轩原灵 继续用欣赏的眼神看着沈卿 朕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觉得你的脚踝搭上金链好看 沈卿则是用很敷衍的口气 说了句臣妾性了 不过轩原灵显然是不想让沈卿接着睡觉 沈卿被吓了一跳 皇上别闹 您还要上早朝呢 轩原灵露出一个坏笑 今日是休息日不用上朝 沈卿顿时就懵了 轩原灵这么规矩的一个人 竟然要破坏规矩吗 十分钟之后 轩原灵开始了自我反省 朕真是堕落了 不过朕好像感受到了那种固守规矩的快乐 这感觉确实很舒爽 走出昭华宫的轩原灵吩咐赵海 去做一条金链 还说最好是带在脚上摇晃 能发出声响的那种 赵海也不敢多问 只是觉得皇上怎么开始注重这些东西了 当天下午小太监就把链给送来了 还说皇上特意吩咐了 让沈良人往后可以敞来 春华一脸开心的接过上次 皇上可真是惦记着良人了 前几天刚送了一副红翡翠手镯 现在又叫人送来了一副金链链 这手势可真精致 而且瞧着就知道是一套的 皇上可这有心啊 沈青则是一脸的黑线 心想春华你可真是太单纯了 他满脸惆怅地看着面前的金链链 这皇上到底是觉醒了什么爱好 这东西我能带吗 后宫里最嚣张的于妃 最近又开始搞事情了 沈青为了躲着他 直接跑到了御花园 没想到在御花园碰到了 和自己同性的沈贵人 沈青心想这沈贵人 平时轻易也不来御花园 现在也是为了躲避于妃 这才出来的嘛 作为良人的沈青 率先给沈贵人请了安 见过礼之后 两人就开始寒暄起来 沈贵人还热情地邀请沈青 和自己一起逛逛 沈青很是意外 竟然还有愿意 和自己一起玩的公妃呢 真是奇了怪了 而且这沈贵人 对自己的态度并不亲切 也不像是要和自己交好的样子 两人就这样边走边聊着 突然沈贵人看到了沈青的衣服 心想你一个良人用的布料 竟然比自己的还好 而且昨日皇上 又在沈青宫里流苏的吧 想到这些的沈贵人 心里越发的不适滋味 可笑当初自己还嘲笑 沈青靠皇后上位 如今自己被于妃逼的 都躲到御花园里来了 沈青一个良人日子 都过得比自己舒坦 自己这样一直躲着于妃 何时才能出头 突然沈贵人 像是从沈青身上 受到了什么启发一样 随后便匆匆离开了御花园 结果下午春华 就听到了一个消息 于妃把沈贵人喊到他宫 还罚沈贵人跪着抄金书 原本这只是于妃的 日常操作而已 可是没想到 这沈贵人也是个狠人 他直接跑到皇后的 凤衣宫门外晕倒了 这一下彻底惊动了 皇上和皇后娘娘 皇上更是大发雷霆 差点把于妃的 两个皇子里接走 于妃娘娘苦苦哀求 才算留下了两个皇 沈青心想 这个沈贵人不怎么聪明 他这样一闹 虽然能够摆脱于妃 可是却也得罪了 于妃和皇后 想到这里沈青让春华 去把宫门给关上 除了皇上 任何人来都不要开 心想自己可别 被这个沈贵人给牵连了 结果第二天 宣元灵就来了 看到沈青宫里 关着门 他皱了皱眉 这小妮子 莫不是又在折腾 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防着别人也就算了 竟然还防着自己 走进沈青房间的 宣元灵很不高兴 大白天 你关着宫门做什么 这时他看到沈青手上 并没有佩戴自己 送给他的手筑 难道朕送你的东西 你也不喜欢吗 这个狗皇帝 是个小心眼 只是因为看到沈青 没有佩戴自己 送的手筑 他就生气了 沈青心想着 宣元灵八成事心情 本来就不好 现在看到自己 关着宫门 又以为自己 是在盲着他 想到这里的沈青 笑着拉起了 宣元灵的手 昨日后宫 不是传出了 于非责罚沈贵人的事了吗 臣妾这昭华宫 里御花园太近了 所以就叫人关了大门 臣妾让他们到晚善时间 再把大门打开来迎接你 只是没想到 皇上宁会这回就来了 宣元灵这才打消了 心里的疑虑 沈贵人到你这里来过 沈青小心翼翼地说着 就是最近这几日 他总来我这里 但是沈青并没有敢说 他是来躲避于非的 只见宣元灵 把沈青搂在了怀里 你往后不要与他走得太近 他不是个好人 沈青点点头 臣妾都听皇上的 而且臣妾本来 也不敢与人走得太近 听到这话宣元灵一愣 为什么不敢与别人走得太近 沈青突然摆出一副 十分傲娇的样子 不是臣妾吹嘘 臣妾这张脸 只怕太招人是非 这一点宣元灵并不否认 而且这个小丫头 生的样貌好不说 这身子竟然还自带体香 怪不得他能让朕 时刻都挂念着 这时宣元灵一脸温柔地 看着沈青 于非有没有罚过你 沈青一愣 然后嘴上说了句没有 心想于非罚自己的是 绝不能说 见沈青这样说的宣元灵 一阵心疼 心想这个沈青 实在是有些太懂事了 知道顾及于非 何正的颜面 哪怕是受了欺负 也不说出来 不愧是正看上的女人 只是这样 也未免太可怜了些 以后你想出去走 就出去走 若是有人敢欺负你 正给你做主 说着他拉起沈青的手 然后就发现了 沈青空空的手腕 正送给你的手镯 你不喜欢吗 沈青一阵无语 谁他妈天天 把那么重的镯子 戴在手上啊 真当自己是爆发户啊 只见沈青装作不懂的样子 不是晚上与皇上 在一起才能待的吗 下一秒宣元灵 就捏住了他的脸 朕本来只是来瞧瞧 你个小妖精又来勾振 沈青一阵无语 这个人又在说什么屁话 怎么每次都往自己身上甩锅 另一边的凤衣宫里 皇上今日又去了沈青宫里 皇上倒是喜欢她 可是她受宠这么久了 怎么迟迟没有动静 这时宫女 精知小心翼翼地说道 方贵人那她已经五个月了 太医说她腹中的孩子十分健康 不如将去母留子的手段 用在她的身上 只见皇后沉默了片刻 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沈青这步棋要一步一步地下 这个吃里爬外的叛徒 叫丘路 当初她看沈青不受宠 就离开了沈青 可如今听说沈青受到蝗虫 她又想要回来 心想以沈青那软弱的性质 就算自己回不去 也能讨到点好处 她还故意把手上的伤 露在外面装刻 奴婢再换一局备受欺凌 如果良人能让奴婢回到昭华宫 那奴婢必将为良人干脑涂地 沈青心想看来 当初自己让她走得太顺利了 她这是真把自己 当成好拿捏的软弑子了 春华连忙小声提醒沈青 不要上了她的当 只见沈青冷冷地看着丘路 我身边已经有了春华和方韵 如今不可能再添人了 不过我也不是不能帮你 春华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当天下午负责人事调动的主管 就找到了丘路 丘路看到主管心里高兴坏了 这个沈良人果然是个软弱性子 我不过是假一求他一下 他就找人来帮我了 只见秋路看着管事满脸的羡慕 云翼姑姑咱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只见云翼回头冷冷地看着他 你说你在换衣局受欺负 那就把你安排到城东的庄子里去吧 听到这句话的秋路懵了 那不是伺候太监的地方吗 我不去 下一秒管事就捂住了他的嘴 那都是先帝留下来的几位总管 你能去伺候他们那是你的福气 画面一转 又到了皇上给太后请安的日子了 以往每次皇上来请安两人都会发生冲突 赵海瞧着这次也不太妙啊 只见太后阴沉着一张脸看着皇上 心想这轩原灵果真是个女子 连给自己请安都这么服务 而此时的轩原灵更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着 他声称自己还有政务要处理就要离开 如果太后就这样让轩原灵走了也都没事了 可谁都没想到太后突然怒了 他直接摔碎了手中的茶杯 并大声呵斥轩原灵 哎家教你多去皇后宫中走走 你现在去故意冷落他 如今又因为于飞的是连皇后宫里都不去了 你这是在故意跟哀家叫板 而被骂的轩原灵此时的表情却异常的冷漠 冷漠到完全看不出 他是在看着自己的母亲 皇后他管理后宫不立 正只不过是不去他宫中 并没有撤去他手中的直拳 太后听到这句话之后 脸色变得更加愤怒了 你还想撤他的直拳 你这样迁怒皇后 哀家看你真是昏溃到头了 赵海听到昏溃这两个字就知道要坏事了 只见此时的轩原灵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他的脸色从冷漠变成了阴沉 只见他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道 朕并不是迁怒的 而是对皇后腻了 不如母后 你给朕换一个年轻漂亮的皇后如何 这个吃了疯狗丁的太后 竟然指着皇上的鼻子骂他昏溃 而轩原灵这次没有再选择忍让下去 他阴沉着一张脸看着太后 朕对皇后实在是腻歪了很 要不然母后 你给我换一个年轻漂亮的如何 听到这话的太后 差点一口老血分出来 你的逆子说的是什么混账话 太后身旁的嬷嬷连忙让他息怒 轩原灵直接吩咐赵海 叫太医过来瞧一瞧 朕就不打扰太后看着了 太后气得直拍桌子 哀家怎么就伤了这么一个逆子 此时的轩原灵也是满肚子苦水 便是装着关心阵 这母子子孝阵也能演一出 可他脑子里只有让皇后生下敌 他中秋过后就是朕的生辰 满宫都忙成这样他就看不见 说到这里的轩原灵突然攥紧了裙头 记忆里年幼的轩原灵喊着母亲我冷 可是他的母亲还在往他的身上泼着凉水 冷就对了 你不冷不发烧 你父皇怎么会来见本宫 只怕他从未想着朕是他的儿子 又如何会记得朕的生辰 画面一转 沈青正在宫里挑选中秋宴要穿了衣服 他这次打算穿得低调一些 突然春华十分慌张地跑了进来 良人不好了 无必去拿午膳 不想去在路上碰见了皇上 皇上他削了皇后娘娘的公权 原因是皇后在路上拦下了皇上的预警 并把中秋和皇上生辰宴的账单递给了轩原灵 没想到皇上大怒 旱灾反复百姓们尚不能辜负 皇后你筹备的宴会 竟然还如此铺张浪费 正看皇后你是太累了 中秋宴会就叫于妃和纯妃去办理吧 听到这句话的皇后一惊 他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轩原灵 而轩原灵也在冷冷地看着他 皇后你有意义 此时的皇后终于明白了 他这次可能真的要废了 听完春华的描述沈卿心里 大概也就猜到了 八成是因为皇上与太后又发生了争执 而皇后只不过是撞上了枪口 春华你这个消息传得很及时 当晚沈卿便以偿服参加了中秋宴 期间沈卿观察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林贵人和赵美人什么时候这么好啊 随后他转头又看向于妃 这于妃娘娘得了筹办宴会的机会 又支愣起来了 沈卿看着宴会那些菜感叹真没意思 以往中秋他都是和父母一起过的 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不在了他们中秋怕是不会过了 想到这里的沈卿眼泪差点流出来 而此时的轩原灵却在关注着沈卿 好好的中秋宴他怎么这么不开心 看着可怜兮兮的 难道是生病了吗 这个皇上是个乌鸦 他看沈卿神情低落 就说他不会是生病了吧 结果沈卿果然就生病了 宴会结束之后的轩原灵很是疲惫 赵海问他要不要去附近的宫里休息 这时轩原灵想起了宴会上的沈良人 他今晚兴致不高 似乎是身体不适 朕先去瞧瞧他 赵海星想都疲惫成这样了 还去昭华宫看沈良人吗 良人刚到昭华宫 就看见春华慌慌张张的跑了出来 报告皇上 良人病了 奴婢正要去禀告皇后娘娘 好请太医给良人瞧一瞧 轩原灵微微皱眉 病了 春华一脸的焦急 良人从宴会上回来情绪就不怎么好 他独自坐在院子里看了一会月亮 随后就睡了 而后奴婢才发现良人发了高热 赵海连忙拿出令牌 这是皇上的令牌 叫值班的大太医马上过来 而轩原灵已经冲向了沈青的卧房 此时沈青的头高烧到滚烫 这小丫头自入宫以来就健康 平时里活动量还不小 怎么会突然发高热 轩原灵阴沉着脸看向赵海 太医怎么还不来 赵海连忙又吩咐人去催 经过太医诊断 沈青是受了风寒 所以才突然高热 太医给开了方子又行了针 轩原灵直接问这高烧多久不退 他什么时候能行 此时的太医留下了冷儿 这得看良人自己了 赵海一惊 这话说得太不得力了 什么叫看良人自己 沈良人这是要不行了 果然下一秒轩原灵 就用极其愤怒的眼神看向了众 在场的几人被吓得纷纷跪倒在地 皇上恕罪 不是微臣不想治好沈良人 而是沈良人忧思过中欲劫在心 加上风邪来势汹汹 汤药真酒都只能是辅助 轩原灵并不想听太医解释 好端端的 就忧思过中欲劫在心了 回皇上 无必大胆猜测 良人怕是惦念远在千里的家人 这时轩原灵才意识到 难道是想念家人了吗 他亲人全都不在身边 这宫中正是他唯一的依靠 如今的沈青瞧着 却比往常之嫩多 只见轩原灵满脸温柔地 抚摸着沈青的秀法 快点好起来吧 众人都被这一幕感动坏了 想着平日里的冷面帝王 怎么会有这么柔情的一面 这时方韵端着汤药走了过来 皇上 无必给良人喂药 没想到轩原灵 直接把药接了过去 说了就来 方韵惊呆了 皇上竟然要亲自给良人喂药 轩原灵小心翼翼地 把药给沈青喂了下去 随后抚摸着沈青的脸庞 正是想守你一整一 但这般你会成为后宫的靶子 反倒对你不好 想到这里的轩原灵 起身向外走去 好好伺候你们家主子 而此时睡梦中的沈青 仿佛再次穿越了 他听着耳旁 过什么中秋 沈青拼命喊着爸爸妈妈 可他发现自己 根本无法发出声音 下一秒沈青睁开了眼 并大喊着爸爸妈妈 一直守在他身旁的众人大喜 良人您总算醒了 可是良人不会是烧傻了吧 都怪奴婢没照顾好良人 轩原灵第一时间 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睡了一天一夜 你终于醒了 可他发现沈青 并没有回答自己的话 随后他又试探着喊了一句沈青 只见沈青突然满脸痛苦地 捂着自己的头 我怎么在这里 我没有回去 我怎么在这里